旺县 我的冷艳师尊 仙都 宜陵方向涌现大量走失 当地没有仙门镇守 乡民情愿 希望您能出手除碎 蓝丝追在静视外对蓝旺基汇报 正在打坐的蓝旺基睁开了眼睛 夜里 蓝旺基预见赶到了宜陵 果然大批走失 原来乱葬岗的结界多年未加固 导致怨气外露 侵袭了大量地下死尸 蓝旺基横琴在手 就在准备加固乱葬岗的结界时 听到了求救的声音 蓝旺基循着声音赶过去 原来是一对夫妻 路径此地被走失袭击 蓝旺基出手解决掉那几只走失 可是 这对夫妻都已经身受重伤 妻子被丈夫紧紧抱在怀里 而妻子的怀里还有一个婴孩 睡得正熟 仙人 救救我的孩子 那位夫人说完这句话后 就断气了 蓝旺基看着这个脸蛋红扑扑 身子发着奶香味的小东西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这些年他都是一个人 不收徒 也不收那些硬塞进来的美人 突然让他照顾这么一个小东西 不过 既然碰上了 也不能不管 蓝旺基抱起那个小家伙 小家伙强宝上挂着一块小玉佩上面 刻着一个位置 蓝旺基处理好乱葬岗结界的事情 便带着这个孩子回了云深不知处 仙都第一次带人回来 虽然是个还没断奶的小娃娃 但所有人还是很开心 仙都 这个孩子是拿来的 蓝锦仪看着那孩子欢喜得紧 业烈 旧的 蓝旺基不远多言 仙都 这孩子 蓝丝追看着蓝旺基 小心翼翼地询问 你要留下吗 这孩子没了父母 从今天起 他是我唯一的弟子卫英 蓝旺基琉璃色的眼眸中 第一次有了光彩 那是责任 16年后 我叫卫英 自无限 卫无限指着在打坐的蓝旺基说 这位清冷的白衣美人是我的师尊 别看他长得这么美 他可是仙都 被誉为离神最近的男人 卫无限又指了指自己 至于我妈是他唯一的关门弟子 是不是很厉害 至于 我为什么叫卫英 师尊说他带我回来的时候 我还没断奶 是个小婴儿 所以给我取名卫英 卫无限忍不住吐槽 不得不说 这太随意了吧 不过呢 看待师尊一天最多说十句话 其中至少有九句是跟我说的份上 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他了 师尊呢 除了人冷淡了一点 话少了一点 对我还是很好的 除了小时候把我扔在兔子窝里 小时候喂我吃胡萝卜之外 卫无限回想起凄惨的童年 我的师尊 看上去很严肃 其实他就是一个二百来岁没长大的孩子 有时候比我还迷糊 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啰啰兔子 哎 一定想问 师尊这么厉害 我肯定也很强 对不对 卫无限无奈地说 你又猜错了 师尊说我天资不够 不适合修炼剪刀 哎 但即便如此 师尊还是没有嫌弃我 就和他当年说过的一样 他只有我一个徒弟 作为先都 师尊每天都很忙 他似乎很多心事 可是从来不愿意跟我说 他的每一次中眉 竟然会感觉到心疼 没错 我喜欢我的师尊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师尊产生那样的想法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师尊每一次中眉 难得的微笑 都会牵动我的心 我想要拥抱他 亲吻他 于是我成礼的时候 第一次跟师尊提了题 关于道旅的事 我试探性地问师尊他 有没有想过找道旅 谁知我那个不开窍师尊 竟然以为我想找到旅了 魏无羡咬了咬牙 然后的事情就是 蓝氏宗主蓝锡臣 跟我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 相亲对象 我恨哪 那些雍之俗坟 怎么能跟师尊比 阿县师弟 师尊请你过去一趟 蓝锦仪喊了魏无羡一句 来了 魏无羡看着蓝锦仪一眼 这是蓝氏宗主蓝锡臣的 第二个青传弟子 他和他师兄蓝四锡 真的很不一样 论呛人 我都不一定能给他比 四千条家规都管不住他 哎 肯定又是给我安排相亲 果然 魏无羡走到会客厅 真的就是一个 师家小姐等在那 阿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蓝锡臣很是热情 阿县 来这位是云梦江市的江江艳离姑娘 蓝锡臣拉着魏无羡的手 介绍江艳离 江姑娘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师职 仙东唯一的弟子 魏英 魏无羡 蓝锡臣又和江艳离 介绍魏无羡 魏无羡不情不愿的 等蓝锡臣走后 魏无羡想用以前对付那些 世家千金的方式对付江艳离 可谁知 江艳离直接当了一只手在他面前 我知道魏公子无意娶亲 不然也不会拒绝仙门 第一仙子温情姑娘 而艳离也已经有了心爱之人 不如我们各取所需 于是魏无羡就和江艳离达成共识 回去对各自的家人说 对对方挺满意的 让家里人不要再安排相亲的人了 解决完相亲的事 魏无羡跑回静世 他好想蓝望鸡 才一会儿不见他就想他了 师尊 魏无羡一蹦一跳跑进静世 蓝望鸡正在打坐 看到魏无羡 习惯性地伸出手 魏无羡直接扑进蓝望鸡怀里 然后翻了个身 枕在了蓝望鸡腿上 两条长腿曲起叠放在一起 那个江姑娘 如何 蓝望鸡轻轻梳着她的头发 挺好的 我想再观察一段时间 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吗 蓝氏家归一生只能有一位伴侣 所以 没有人会给自己弟子或者孩子安排婚事 一切随孩子的心意 嗯 蓝望鸡点头 师尊我饿了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焦好的下巴 和凸起的喉结 咽了咽口水 想吃什么 蓝望鸡又问 麻辣小馄饨 魏无羡笑着回答 多放点辣 牛肉要多 嗯 蓝望鸡推开她 扶着她坐好 起身走向静视的小厨房 魏无羡跟着蓝望鸡来到厨房 依靠在门框上 魏无羡不喜欢云深不知处的吃食 于是蓝望鸡就让人改了一小间房出来 专门给魏无羡做饭 平时就算蓝望鸡忙得没时间睡觉 她都会把饭做好 实在不行 就在酒楼订好让人取回来 这么贴心美好的师尊 魏无羡怎么可能不心动 魏无羡吃过馄饨后 陪着蓝望鸡抄书 蓝望鸡抄书 魏无羡摩 师尊 我那天下山看到琵琶好新鲜 你想不想吃呀 团子买回来给你呀 魏无羡笑着说 因为魏无羡以前喝奶的时候 总是会弄得到处都是 然后把自己弄得全身奶香 然后蓝望鸡就一直管 魏无羡叫奶团子 长大后也改不过来 魏无羡很喜欢蓝望鸡这么叫自己 但只有蓝望鸡能叫 师尊 今天是花灯节 师尊陪团子去看花灯好不好 魏无羡知道蓝望鸡不会有回应 就自顾自地说话 师尊 你已经半个时辰没理你的团子了 看团子一眼好不好 魏无羡委屈地说 走吧 蓝望鸡放下笔 带奶团子去看花灯 吃琵琶 魏无羡很高兴 再次抱住蓝望鸡 师尊真好 全世界最好 蓝望鸡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魏无羡和蓝望鸡下山后 蓝望鸡气质和容貌极其出众 引得不少少男少女驻足 魏无羡上前拉住蓝望鸡的手 师尊是他一个人的 蓝望鸡也不在意 师尊 那边有卖唐人的 魏无羡拉上蓝望鸡 直接跑到摊子前 我要这个 魏无羡拿起一只 小兔子造型的唐人 蓝望鸡默默拿出钱袋 交给老板 魏无羡拿着唐人 一边跳一边跑 蓝望鸡无奈 默默跟着魏无羡 师尊 魏无羡指着一只兔子花灯 你看 小兔子 蓝望鸡看到了 魏无羡趁机说 我们把它买下来吧 好 蓝望鸡微微一笑 师尊 你真的好美 不过你是我一个人的 谁都不能抢走你 晚上 洗过澡后 蓝望鸡发现 魏无羡又在自己床上睡着了 七岁以前 魏无羡都是和蓝望鸡一起睡的 之后虽然给他专门安排了房间和床 可是魏无羡每次都会找各种理由 跟蓝望鸡睡 十晚有六晚 要留在蓝望鸡房里 蓝望鸡也不介意 毕竟都是男子 而且在蓝望鸡看来 魏无羡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 需要自己疼爱 蓝望鸡掀开被子睡下 魏无羡睡相并不好 从小就喜欢抱着蓝望鸡 这不是还没睡多久 手就搭在了蓝望鸡腰间 腿压上了蓝望鸡的长腿 蓝望鸡这天在静视里敲摸地撸着兔子 蓝四锥突然走进来 先嘟 何事 蓝望鸡放下兔子 为师弟和锦衣打起来了 蓝四锥面露难色 因为一条烤鱼 而且是先生养的 先生知道后 气得直接晕了过去 嗯 知道了 蓝望鸡起身 本座去看看 蓝望鸡看着跪在祠堂前的两个人 蓝望鸡弯腰想要扶起魏无羡 魏无羡扔下手里的木棍 抬头看到蓝望鸡眼泪马上下来了 师尊 你怎么才来呀 一边哭 一边抱住了蓝望鸡的腰 跪着不肯起来 一旁的蓝锦衣心道 哎 又来了 明明刚才和蚂蚁玩得这么欢 可偏偏先读师叔就吃这一套 团子不哭 师尊来了 蓝望鸡心疼地摸着魏无羡的脑袋 掀起来 团子惹先生不高兴了 团子不敢起来 魏无羡睫毛上挂着一滴泪珠 团子不是故意的 蓝丝锥看到这无奈的符额 每个月都会有几条鱼命丧你手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蓝望鸡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 你掀起来 师尊再竟是给团子准备了桂花糕团子先回去 师尊跟先生说 桂花糕 魏无羡站起来 抱着蓝望鸡的脖子 师尊最好了 看着魏无羡跑走的背影 蓝望鸡无奈摇摇头 转身走进了雅士 叔父 兄长 蓝望鸡行李一个礼 蓝启仁和蓝西尘回礼 旺鸡 这回你不能再护着魏英了 你看看 我那鱼塘还有多少鱼 都被他吃完了 蓝启仁很生气 他自己吃就算了 还带着锦衣他们一起吃 叔父 蓝望鸡面无表情地说 团子他还小 他懂什么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蓝望鸡看了一眼自己的兄长 蓝西尘后背一凉 接道 是啊 叔父 阿县还小 是锦衣没有管好师弟 不该陪着师弟胡闹 你 蓝启仁看着看到蓝望鸡 就耸得蓝西尘 痛心疾首地说 那罚贵就算了 家归十遍 十遍 不行 团子没有修为 抄完手都断了 蓝望鸡淡淡地说 蓝启仁 这辈子没有这么无语过 抄书跟修为有什么关系啊 那这样吧 锦衣和阿县一人十遍 蓝西尘顶着蓝望鸡死亡凝视 阿县没有修为就抄一遍 剩下的锦衣代劳您看如何 这倒可以 蓝望鸡满意地点点头 那就这样吧 蓝启仁很是无奈 忘鸡 阿县已经十六岁了 你再这么灌下去 迟早养肺了 叔父放心 等阿县成亲后 阿县就会离开云深不知处 不会再打扰您的清静 蓝望鸡淡淡地说 但是 只要他在云深不知处一天 就让他多开心一天吧 说完 蓝望鸡行礼 退出雅士 蓝望鸡回到静视 蓝望鸡看到 正在大口吃桂花糕的卫物线 团子 蓝望鸡走过去 师尊 你要不要吃 魏无羡拿了一块 递到蓝望鸡嘴边 蓝望鸡伸手 可魏无羡没有给他 只是一直举着 蓝望鸡微微翘起嘴角 凑到魏无羡手边 咬了桂花糕一口 好吃吗 魏无羡眼神亮晶晶的 好吃 蓝望鸡淡淡一笑 那一笑 魏无羡心都化了 师尊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后要多笑笑才行 我不喜欢笑 蓝望鸡坐下 拿过那个自己咬了一口的桂花糕 对了 你和那个江小姐怎么样了 挺好的 魏无羡心道 难得师尊今天话这么多 为什么要提到别人 那你们的婚事 蓝望鸡还想说 可是魏无羡打断他 师尊 团子饿了 团子想喝莲藕排骨汤 去给我做吗 团子给您生火 不会撑着吗 吃了烤鱼 又吃了点心 想是这么想 可是还是去厨房 给魏无羡煲汤了 魏无羡很喜欢和蓝望鸡一起待在厨房里 因为这里很小 就算他一直看着师尊 师尊也不会起义心 一月后 本来蓝家和江家 准备商量魏无羡的婚事 可是 传来江艳离有孕的消息 江艳离承认 这个孩子不是魏无羡的 江丰棉带着江艳离和江城上门道歉 蓝望鸡见自己家奶团子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心里很不适滋味 全程冷着一张脸 魏无羡倒是不怎么在意 毕竟他和江艳离就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江家人离开前 还让蓝西辰和蓝启仁多替他们跟蓝望鸡求情 蓝望鸡和魏无羡回到静视的时候 蓝望鸡阴着一张脸 魏无羡表现得楚楚可怜 眼里含泪 蓝望鸡端端端正正坐着 微眯着眼睛 师尊 魏无羡半蹲下 把手放在蓝望鸡的膝上 把下巴搭在手背上 师尊 别生气了 语气哽咽 似乎受了极大的委屈 蓝望鸡睁开眼睛 摸了摸魏无羡的头 团子 过几天再让师伯给你介绍好的 师尊 魏无羡声音哽咽 是团子不够好 江姑娘才不喜欢我的 您千万别怪她 团子这么好 江艳离简直是瞎了 蓝望鸡越想越气 团子没有修为 没有实力 长得也不如那个金子轩好看 魏无羡每一句 都像是在给江艳离开拓 但实际上 魏无羡就是在装可怜 蓝望鸡心疼坏了 捧起魏无羡的脸 团子没有不够好 是江艳离没眼光 我的团子 值得世界上最好的姑娘 师尊 魏无羡抱住蓝望鸡 不着急 团子这么好 蓝望鸡轻轻拍着 魏无羡的后背 在蓝望鸡看不见的地方 魏无羡露出了一个 得逞的笑容 十个月后 金家家主长僧金灵 金如蓝满月 大摆宴席 但是可能金光扇 嘚瑟过了头 竟然宴请了蓝望鸡 蓝望鸡本来在魏无羡 每天的洗脑和陪伴下 都要忘了这回事了 谁知道这个情体 又燃起了蓝望鸡的怒火 师尊 你要是真的不想去 我们回绝就好 魏无羡看到蓝望鸡又不理人了 就觉得他又生气了 可是自己最近一直很乖 没惹他呀 一问才知道 不是自己惹到他的 去 为什么不去 蓝望鸡笔直地坐着 师尊 魏无羡露知道 蓝望鸡是因为心疼自己 跪坐在蓝望鸡身前 师尊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虽然我和江姑娘成不了 可是也算是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就当行善鸡得了 别生气了嘛 一边说 还一边用脸蹭着蓝望鸡的手背 你呀 蓝望鸡戳了戳他的脸 就是太善良 嗯 师尊说的都对 魏无羡笑着点头 心道 我不是善良 我只是愿意展现师尊喜欢的样子 去还是要去的 让他们看看我的团子多优秀 蓝望鸡摸着魏无典的头发 嗯 都听师尊的 魏无羡乖巧地点头 仙都 您来了 金光瑶上前迎接 嗯 蓝望鸡一个正眼都没给金光瑶 金小公子 我师尊他向来话少 别往心里去 魏无羡出来打圆场 让金光瑶不至于这么尴尬 走了 蓝望鸡抬腿走进宴厅 师尊 金小公子仁其实挺好的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魏无羡笑着说 除了你 我都不喜欢 金家是讨厌 蓝望鸡本来想表达 魏无羡是自己最疼爱的弟子 谁知 在魏无羡耳朵里听成了 团子 师尊喜欢你 只喜欢你 看到魏无羡在一旁窃喜 直到蓝望鸡入座了 魏无羡才反应过来 喜滋滋地跟着蓝望鸡坐下 蓝望鸡觉得人太多 想出门透口气 让魏无羡先吃 谁知 蓝望鸡刚一出去 金子勋举着一杯酒走过来 走到魏无羡面前 魏公子 我敬你一杯 魏无羡不想理他 继续吃自己的东西 魏公子 听说你之前钟情与我弟妹 如今 做不成夫妻 还要来参加 他与心爱男子 所出之子的满月宴 真的很想知道你的心情 金家的代客直到 今日算是领教了 蓝望鸡还没进门 就听到金子勋的话 先都您来了 这边请 金光瑶一个劲的冒冷汗 蓝望鸡举起手示意 金光瑶闭嘴 我才离开一小会儿 金公子就敢欺负我唯一的徒弟 金家家教不过如此 蓝望鸡眼睛里闪现杀气 金子勋还是惧怕蓝望鸡的 咽了咽口水 拿着酒壶和酒杯的手有些抖 哎 先都 小孩子开玩笑 咱们做长辈的就别掺和了 来 我敬你一杯 金光扇从座位上站起来 端起酒杯 金光瑶见状 给蓝望鸡争了一杯酒 递给蓝望鸡 谁知蓝望鸡看了一眼未无限 先是抢了阿线心爱之人 现在有当众羞辱我的阿线 这笔账我记下了 蓝望鸡身上的冷气场 让在场的人都后背声凉 魏无羡也有些害怕 他还是第一次见蓝望鸡这么生气 身上的寒气几乎把人冻住 魏无羡起身离席 抓住蓝望鸡的手臂 软软地叫了一声 师尊 听到魏无羡的声音 蓝望鸡恢复了以往的温柔 看向魏无羡 团子吃饱了 团子不喜欢这里 师尊带团子回家好不好 团子想回家了 魏无羡这么大的个子 对着蓝望鸡撒娇 这场面简直 不过配上魏无羡那张可爱到让人融化的脸 似乎并不违和 好 蓝望鸡温柔一笑 轻轻摸了摸魏无羡的额头 蓝望鸡拉着魏无羡离开了金灵台 蓝望鸡一走 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这时平阳摇氏的宗主开口 金公子太糊涂了 这韩光君即位先都的时间比你这个人还久 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再为两百年就收了这么一个宝贝徒弟 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招惹这位无羡 就是金宗主 虽说金家位列五大世家之一 可是你要明白 仙都不仅是仙都 他背后是五大世家中最强大的蓝家 泽吾君更是与仙都并列为孤苏双臂 其他宗门的家长纷纷附和 泽吾君您看 金光扇也有些慌了 看向蓝溪尘 蓝溪尘站起身 金宗主 这阿县是仙都唯一弟子 从小养在身边 亲自教养 莫说是您 就是我与叔父都说不得阿县一句 这次 怕是西尘也无能为力 告辞 蓝溪尘拿起剑直接离开 为了这帮人去得罪自己那个弟弟 不值得 蓝旺基和魏无羡 没有直接回云身不知处 蓝旺基想着魏无羡一直闷在家里 难得出来 带他到处逛逛 师尊 魏无羡拿了一只唐人在手上 给你师尊 小兔子 魏无羡知道蓝旺基这次气得不轻 一路上不静乖乖的 还一个劲地哄着自己家师尊 师尊最喜欢兔子了 给团子笑一个 蓝旺基冷冷地拿过唐人 咬了一口 甜 微微抬起嘴角 师尊 你别生气了 不值得 魏无羡眨眨眼睛嘟着嘴 哄着蓝旺基 团子会害怕的 团子 你记住 蓝旺基轻轻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 记住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怕我 只有你不行 师尊永远都不会害你 嗯 魏无羡点点头 抱住蓝旺基 师尊最好了 蓝旺基轻轻抚摸着魏无羡的头发 晚上 回到静室 像儿时一样 蓝旺基给魏无羡讲故事哄睡 魏无羡抱着蓝旺基睡着了 蓝旺基轻轻拿开魏无羡 还住自己的双手 下了床 一开门就看到等在门外的蓝旺基辰 兄长 蓝旺基行礼 旺基 蓝旺基辰笑着说 阿线睡了 嗯 蓝旺基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如果兄长是为了金架来的 那就省省力气 我不想听 旺基 龙之逆鳞 处之必死 魏无羡就是蓝旺基 永远不能触碰的逆鳞 我是想说 你还需不需要我给阿线介绍仙子呀 暂时不用了 蓝旺基看了眼镜似的门 团子现在状态不好 过段时间吧 她 状态不好 蓝旺基辰可是听蓝锦仪说 魏无羡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怎么看都不像状态不好的样子 江姑娘的事 对她打击太大了 蓝旺基很是心疼 再给她找 她肯定会觉得我这个师尊不想要她 她得多难过 那 行吧 蓝旺基辰本来是想跟她 蓝旺基说别这么宠着魏无羡 过分的宠爱对魏无羡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现在她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说也没用 不早了 旺基你好好休息 嗯 蓝旺基走回房间 一个月后 蓝旺基和往常一样 露着兔子 师尊 魏无羡无聊的看着蓝旺基 下巴垫在手背上 这兔子您都摸了这么久了 竟然还有毛 真是个奇迹啊 蓝旺基没理她 师尊 你理理你的奶团子嘛 奶团子好无聊 可委屈了 魏无羡 撅着嘴 蓝旺基用手指点了点魏无羡的鼻子 饿了 嗯 魏无羡摇摇头 不是 渴了 蓝旺基又问 嗯 魏无羡又摇头 也没有 那你怎么了 蓝旺基放下怀里的兔子 魏无羡直接躺倒了蓝旺基的怀里 枕着蓝旺基的双膝 团子想师尊了 师尊都不理我 团子不高兴了 师尊惹的 师尊哄 扑痴 蓝旺基无奈一笑 温柔的手指轻轻划过魏无羡的五官 要怎么哄 亲团子一下 像小时候一样 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额头 亲一下 几岁了 不知羞 蓝旺基语气十分宠溺 亲一下嘛 团子永远是师尊的团子 魏无羡撒娇道 蓝旺基拗不过他 只好弯下腰 用嘴碰了碰魏无羡光洁的额头 魏无羡很开心 师尊你一会儿 是不是要去见齐山温氏的人呀 魏无羡睁睁着大眼睛 看着蓝旺基 嗯 蓝旺基琉璃色的眼眸 温柔的几乎可以把人融化 你不喜 就待在静视 嗯 师尊等我睡着了 再走好不好 魏无羡闭上眼睛 好 蓝旺基向魏无羡又是洪睡一般 轻轻拍着魏无羡的胳膊 魏无羡睡下后 蓝旺基把他抱到了床上 轻手轻脚地走出静视 来到蓝室的死后 齐山温氏的人似乎已经等了很久 蓝旺基走过去 直接坐在主位上 温若寒看着蓝旺基从容的样子 就知道蓝旺基肯定又是在陪魏无羡 先都 我此次前来 是为了和您商议关于今年考核的事情 今年考核的地点选在齐山 温若寒幻画出一张地图 袖子一灰 上面的高山江河全部显出虚影 这是此次考核的规划 请先都过目 先门考核五年一次15岁以上 25岁以下的先门弟子 原则上都必须参加 蓝旺基认真看着温若寒讲解 每一处放置凶兽精怪走失的位置 还有每一处机关 不得不说 在布置考核场地这一方面 齐山温室绝对是第一 嗯 温若寒讲完后 蓝旺基点点头 不错 就这样吧 蓝旺基说完就想走 先都 您没有别的要说的的吗 温若寒问道 你做得很好 这次考核有你在我放心 加油 说完直接离开 父亲 这先都一直这样吗 温潮看着蓝旺基清冷的背影 嗯 温若寒脸上温和表情 在蓝旺基走远后 收敛了 走了 蓝旺基 你这个先都坐得太久了 温若寒基于先都之位已久 这次考核他 就是打算用各家子弟 威逼蓝旺基退位 蓝旺基回到静视的时候 就看到温若寒已经醒了 无聊地坐在床上 逗弄着怀里的小兔子 看到蓝旺基回来 很高兴光着脚跑下床 师尊 蓝旺基接触向自己扑过来的温若现 轻轻把他拖起来 几步把他放到一旁的桌子上 怎么不穿鞋 师尊回来得好慢 团子都醒好久了 温若现看着蓝旺基笑着说 摸着自己肚子 肚子一直叫 想吃什么 蓝旺基心道 我养得真可爱 嗯 都行 师尊做的都好吃 魏无羡想了一下 要多加辣 好 蓝旺基看着魏无羡 没有要走的意思 师尊 魏无羡见蓝旺基没有行动 您看着我做什么 我养的 还不准我看了 蓝旺基说道 把鞋穿上 等着 说完转身就走 很快就到了试炼考核的日子 蓝旺基帮魏无羡穿衣服和梳头发 团子 一定要去吗 嗯 魏无羡点头 团子不仅要去 还要拿到榜首 把百万零食拿回来 孝敬师尊 好 蓝旺基轻轻梳着魏无羡的头发 不过比起百万零食 师尊最希望 团子好好的 嗯 魏无羡点点头 魏无羡转身抱住蓝旺基的腰 我会保护好自己 蓝旺基低头看着自己怀里的魏无羡 蓝旺基低头 额头抵着魏无羡的额头 将灵力传到魏无羡身体里 借点灵力给你 师尊 你对我真好 魏无羡笑着说 你会永远对我好吗 会 蓝旺基坚定地说 你是我唯一的徒弟 魏无羡抬头 看着蓝旺基的软润的唇瓣 就是想靠近他 结果蓝旺基站直了 走了 蓝旺基拉上魏无羡 蓝旺基和五个宗门的宗主 坐在观礼台 不知道 这一次 那家的子弟 能夺得榜首呢 五百灵石压金子轩第一 金光瑶淡淡地说 三百灵石 江城 江丰棉也跟上 算是对小辈的支持 六百灵石 五百灵石 各家长辈也开始下注 五千灵石 魏无羡 蓝旺基冷冷地说 蓝旺基声音一出 所有人安静了 魏无羡无法修行是整个仙门都了解的 蓝旺基竟然敢压他 蓝旺基淡淡地说 我就这么一个徒弟 我的灵石不压给他 还能压给谁 不论魏无羡能不能赢 最重要的是 师尊要有这个态度 魏无羡虽然在见到修为上 因为资质的原因 无法修炼 但是从小蓝旺基亲自教他武功 骑射 如果单从体能上来说 同辈中几乎没有能比他更强 团子 一切小心 蓝旺基不知怎么的 胸口一阵心慌 他好想现在冲进去把魏无羡带出来 什么试炼 绑手都不重要 奶团子留在自己身边 他才最放心 旺基 别担心了 孩子自己的路 害得自己走 蓝旺基走到蓝旺基身边 拍了拍他的手背 所有人在流离境看着试炼场里的情况 在榜单上 各家弟子的排名不断改变 蓝旺基看着榜单上 魏无羡的名字不断靠前 很是欣慰 不好了 原本安静在礼台上观战的江雁离 突然喊出来 惊醒了他怀里的孩子 怎么了 所有人闻声赶来 看到流离境中出现了大量的万年修为的妖兽 怎么会这样 蓝旺基有些奇怪 回头看了一眼温若寒 温宗主 不解释一下吗 温若寒倒也痛快 没错 是我 温若寒走到蓝旺基身边 你要想让他们活下来 就将仙都之位让出来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蓝旺基冷笑 准备了这么久 你也是够有耐心的 别说废话 赶紧把仙都之位给我父亲 不然就等着跟个家子弟收尸吧 温潮也很是得意 拿下 温若寒一声令下 温家修士将众人团团围住 可惜温某一声忠义 竟然会有你这样的后人 蓝旺基似乎没有很在意 你以为我凭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两百年 蓝旺基说完 两只手臂一挥 几根集系等我琴弦 将所有人挡在里面 然后蓝旺基朝琴弦上注入大量灵力 那些修士瞬间被弹了出去 我赶时间 就一次解决了吧 团子还在里面 得赶紧处理掉这群砸碎 蓝旺基翻琴在手 悬膳而上 修长的手指轻轻拨动琴弦 直接击倒了温氏众人 还不等他们爬起来 蓝旺基拔出碧臣 坚韧抵着温若寒 不过如此 我还以为多厉害 温若寒看着碧臣 眼睛睁大 韩光君终究是韩光君 不愧是做了两百年先都的人 旺基弟子还在里面 蓝西臣出声提醒 以他们的修为 根本没法对付这些魔物 蓝旺基翻了一下臂尘 直接断了温若寒的双臂 看好他 说完 走进结界内 先都在做什么 这么危险 为什么要进去 所有人面面相去 直接打开结界放弟子们 出来就好了呀 所有人议论纷纷 蓝西臣带着蓝丝锥和蓝景仪 也准备进入结界 进去前对所有说 旺基的意思是 我们进去把弟子们带出来 泽吾君 没开玩笑吧 那些可是万年妖兽 很多人质疑道 诸位 我们都知道 试炼场里的是万年妖兽 我们尚且不好对付 那这方圆几百里的百姓呢 蓝西臣解释道 没错 我们可以打开结界 放弟子们出来 可是一旦打开结界 妖兽势必也会冲出来 为祸百姓 蓝西臣的话 让所有人安静了 清和涅是宗主 最先做出反应 西臣我跟你进去 嗯 蓝西臣点点头 涅明爵是当年和蓝旺基他们一起 经历过大战 辅佐蓝旺基 登上仙都之位的功臣 要不是有蓝涅江三家支持 蓝旺基在墙 也不可能坐上仙都的位置 我也去 江丰眠复义 诸位 我们修习仙道 是要保护一方百姓 但我们也不能看着自己家的弟子 命丧夭兽之口 说的没错 涅明爵笑着说 想在这座缩头乌龟的就留下 但要想清楚 各家的嫡系子弟 可都在里面 就算不顾及徒弟 自己亲生的难道也不管了吗 说完 蓝西沉三人进入结界 三个人进去后 陆陆续续也有人跟着进去 蓝旺基划破自己的手指 一滴血悬在半空 魏无羡带着蓝旺基灵力 蓝旺基用血做饮 便能找到魏无羡 这时 魏无羡带着一群人来到了一个山洞 大家别怕 虽然没有灵力 但是作为仙都的弟子 还是要安抚好那些灵力低微又娇气的弟子 先都很快就回来救我们的 魏无羡心道 这些人到底来干嘛的 就在一群人准备进入山洞躲避的时候 突然从山洞里出来了很多的失控的走失 怨气极重 魏无羡拔出蓝旺基赠予他的配件随便 虽然魏无羡没有灵力 但是随便极有灵性 加上蓝旺基的灵力加持 魏无羡拿在手里也能抵挡一些低阶的魔物 你们先走 魏无羡的功夫是蓝旺基手把手教的 就算没有灵力 对付走失也不成问题 可是 魏无羡低估了走失的数量 似乎杀都杀不完 源源不断的走失 从山洞里走出来 就在魏无羡要撑不住的时候 一阵琴声传来 师尊 魏无羡回头一望 仙都来了 所有人很开心 蓝旺基拨动琴弦 所有走失像是被操控的木偶一样 平静了下来 蓝旺基飞升而下 走到魏无羡身边 摸了摸魏无羡的头发 没事吧 魏无羡摇摇头 然后看了身边的走失一眼 突然扔下剑 扑到蓝旺基身上 师尊 您怎么才来啊 您差点就见不到您可爱的奶团子了 蓝旺基无奈地看着 在自己怀里抽气的魏无羡 好了 先出去 这么多人看着呢 其他人眼珠子都要吓得掉下来了 这是魏公子 刚才那个挡在他们面前杀妖兽 杀走失的魏公子 不会是 是被什么东西夺舍了吧 嗯 魏无羡点头 都听师尊的 乖 蓝旺基像是揉兔子一样 揉了揉魏无羡的头发 看到魏无羡平安无事的那一刻 蓝旺基才算是彻底放下心 蓝旺基才发现 魏无羡在自己身边 自己会这么有安全感 走吧 两个人带着一群 每个仙门的娇气包 我走不动了 呼呼 好累啊 大家快走吧 我们已经给仙都和魏公子 添了很多麻烦了 而且姐姐里有这么多的妖兽 我们得快点出去啊 一个长相俏丽的姑娘劝说道 怕什么 仙都都在这了 一个小姑娘上前 绵绵 你去跟魏公子说说嘛 休息一下 这 被称作绵绵的姑娘 有些为难 师尊 要不休息一下吧 魏无羡拉了拉蓝旺基的衣袖 蓝旺基本想快点把这些人送出去 这里太危险了 可是 魏无羡开口 嗯 蓝旺基点头 休息一刻钟 终于可以休息了 所有人都在欢呼 师尊 你渴不渴 我去给你打点水 魏无羡和蓝旺基 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别乱跑 蓝旺基看着魏无羡 时刻看着他才放心 我渴了 魏无羡使出杀手剪撒娇 他也是心疼蓝旺基走了这么久 那去吧 别跑太远 把随便带上 这群娇宝宝在这儿 蓝旺基不能走 嗯 魏无羡拿上水壶 可是过了足足两炷香 魏无羡都没回来 蓝旺基坐不住了 带着一群人往小溪边赶 看到小溪边 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龟形妖兽 水壶打了谁洒在一旁 随便也断了 蓝旺基心里一紧 屠戮玄武 团子 蓝旺基紧了紧碧城 脾起碧城上前 仙都 所有人都害怕了 蓝旺基平时虽然清冷 但从来没有过杀气 蓝旺基的剑芒 引来了蓝西城 蓝西城带着蓝丝追他们 和一群逃难的弟子 一来就看到蓝旺基不要命一样 跟屠戮玄武博弈 旺基 这只屠戮玄武 至少有五万年的修为 旺基回来 屠戮玄武 一口把蓝旺基吞入腹中 这一幕吓到了所有人 蓝西城刚要上前帮蓝旺基 就看到蓝旺基举着剑 从屠戮玄武背上壳飞了出来 屠戮玄武倒在了溪水里 蓝旺基落地 右手握着壁城 左手拿着一根发带 那是魏无羡的发带 试炼前蓝旺基亲手帮他系上的 蓝西城看着那根随风飘起的红色发带 瞬间明白了什么 或许只有魏无羡能牵动蓝旺基的情绪吧 蓝旺基捡起断了的随便和水壶 似乎上面还有魏无羡的温度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走出去几步便倒下了 旺基 蓝西城跑过去 蓝西城把蓝旺基带回不夜天的客房 蓝旺基紧紧攥着那根发带 医师诊断是 斩杀屠戮玄武时被屠戮玄武所伤 加之挤火攻心 蓝旺基昏迷的时候 蓝西城让人剖开了屠戮玄武 可是只看到人的断臂残骸 没有找到魏无羡的尸身 那条溪水水流很急 而且一旦被冲到下游 就会汇入大河 下游河水里有许多暗礁 怎么看 魏无羡都不可能活下来 蓝旺基醒来后 不顾身上的伤 跑到那条溪流寻找魏无羡 旺基 蓝西城看着弟弟封魔的样子 心疼极了 旺基 跟过去 抱住蓝旺基 旺基 冷静 兄长 团子 我的团子 蓝旺基像是一个失去了方向的孩子 委屈又可怜 蓝西城很怕蓝旺基会崩溃 只能安抚他 旺基 阿线不会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 你是他最重要的世尊 兄长 我不能没有他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直到意识到 自己永远失去魏无羡的那一刻 蓝旺基才明白魏无羡对自己有多重要 是他从小带大的徒弟 也是他最重要 最在乎 最爱的人 蓝西城没法 趁蓝旺基不备 打晕了他 对不起 旺基 蓝旺基再次醒来 平静了许多 该吃吃该喝喝 但是不过问仙门的事情 只是整日抚琴 所有人只到先都痛失爱徒 心里难过 所以 对温若寒和温氏的处置 是由四大家族宗主商议 蓝旺基没日没夜地问铃 希望魏无羡能给自己一点回应 可是 没有一点消息 团子 你到底在哪 蓝旺基紧紧攥住手里的红发带 旺基 蓝西城走进来 我们想将温若寒父子处决 然后温氏嫡系血脉流放 其余病入其他家族中 你看如何 随你吗 蓝旺基 没空理会这些事 旺基 你的伤还没好 不宜过度操劳 蓝西城心疼弟弟 蓝旺基和魏无羡的感情 没有人会比他清楚 蓝旺基有多宠爱这个徒弟 怕是没有人会不知道 我没事 蓝旺基抬头看向蓝西城 兄长 我问不到团子 时不时说明团子还活着 蓝旺基像是一个在沙漠里寻找水源的人 希望有人给他一些希望 蓝西城好不希望打破蓝旺基的希望 可是身为先都的蓝旺基 不能活在过去 不然修真戒一定会出打乱子 旺基 节哀吧 如果阿县还在的话 一定希望你像以前一样 好好地活着 蓝旺基垂下眼眸 蓝西城半跪下 握住蓝旺基的手 旺基 在阿县眼里 他的世尊无所不能 永远高高在上 处事果断 是离神最近的人 不是像现在这样 颓废 失忆的样子 兄长 蓝旺基落下了一滴眼泪 我没有保护好他 我答应过要一辈子对他好 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他 蓝旺基心疼地哭了起来 委屈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没有灵力 我为什么要让他参加试炼考核 我为什么没有一直陪着他 让他一个人去给我打水 蓝西城不知道如何安慰 只能拍着蓝旺基的后背 哭出来就好了 就怕蓝旺基什么都憋在心里 蓝旺基哭累了 就又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蓝旺基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变得比之前更加清冷很绝 做事雷厉风行 之前没有处理的那些 有意心的宗门 这一次直接查出证据 然后被蓝旺基给解散了宗门 一年后 蓝旺基肃清了玄门百家 蓝家也在蓝旺基和蓝西城的带领下 成为了真正的第一世家 一年内 蓝旺基带着蓝氏弟子四处业列 亲自培养 除了以蓝思锥和蓝景怡为首的 第三代蓝氏领袖 蓝思锥和蓝景怡 已经可以独自带人下山业列了 一年时间 大家似乎都忘了 先都曾有一个爱徒 不少人倾慕蓝氏 倾慕蓝旺基 想三人到蓝氏里 拜蓝旺基为师 可是全都被蓝旺基用了禁言术 让下山了 这天 蓝旺基坐在庭院里喝茶赏月 旺基 蓝西城拿着列宾走进来 兄长 蓝旺基汗手 蓝西城走过去 坐下 蓝旺基给蓝西城倒了一杯茶 如今掀门一片太平和平 已经不需要我了 蓝旺基一边倒茶一边说 再过几日我就把仙度之位浇出来 旺基 蓝旺基 你一定要这样嘛 他已经走了一年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下 蓝旺基看了一眼自己手腕上绑着的发带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管理仙门 现在我只想陪着他 这一年 蓝西城已经明白了蓝旺基对魏无羡的感情 却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不用告诉任何人 对外只到我闭关即可 蓝旺基淡淡地说 一年来蓝旺基一直没有停止过问铃和寻找魏无羡 心里总有一份念想 觉得既然问不到 魏无羡说不定没死 可是如果没死 为什么不来找自己 如果死了 为什么不肯入秦 扑 蓝旺基吐了一口血 蓝旺基受的伤 一直没有好好治疗休养 后有一只操劳 落下了病根 蓝旺基停下手指 团子 师尊好想你 蓝西城看着弟弟 除了心疼 也不能做别的 因为劝是劝不动的 魏无羡出事后 蓝旺基精神气都没了 眼睛里没了光 或者也不过是因为责任 没有这份责任 怕是早就随魏无羡而去了 师尊 蓝锦仪风风火火地跑过来 去 蓝西城让他小声点 怎么了 夷灵出现大量走失 乡民情愿望仙都能下山储碎 蓝锦仪着急地说 不是 这种事情不应该是管辖的仙门负责吗 怎么来找仙都了 蓝西城觉得自己听错了 再说 走失内用得着仙都亲自出马呀 本来是这样的 蓝锦仪解释道 可是数量实在太多 负责夷灵的只是个小宗门 挡都挡不住 然后我和四追就带人过去了 蓝锦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去了那才发现 那的走失不仅数量多 而且十分凶狠 我们对付不了 行了 知道了 蓝锦仪本想走进去 通知蓝望鸡 没想到蓝望鸡 提箭走了出来 走吧 来到宜林之后 发现情况比蓝锦仪说的还要糟糕 那些走失大部分都不是新的尸体 怨气十分浓重 蓝望鸡和蓝锦仪两个人来 他们让小辈们在山下处理那些跑出来走失 两个人上山 越往山上走 走失就越多 而且品级越高 望鸡 这些走失杀不死 而且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操控着他们 蓝锡仑解释道 嗯 蓝望鸡点头 要找到他们被控制的原因 而且 自从你封印了乱葬岗之后 宜林从未出现过这么大批的走失 怎么会 蓝锡仑有些疑惑 难道 结界被破了 蓝望鸡很平静 怎么会这样 蓝锡仑觉得不应该呀 时间还有人能破蓝望鸡设的结界 我去看看 蓝望鸡说完准备预见而行 蓝锡仑知道自己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单纯留下来 解决已经跑出来的走失 蓝望鸡自然是明白 结界为什么会被破 自己受伤后 灵力不断的外泄 表面上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 魅力已经差不多被掏空了 自然是没办法再维持结界的 只要有一点冲击 结界就会消失 不过没关系 这一次 他就彻底将乱葬岗封印起来 如果没见过光明 蓝望鸡 本可以忍受黑暗 可谓无限就像一束光一样 照进了蓝望鸡 原本枯燥 冰冷的世界 这么的亮 那么的暖 蓝望鸡的光没有了 他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如今 蓝望鸡已经把仙门的事情 全部处理好了 这个结界 也算是帮了他一个忙 给了他一个借口 让他卸下仙都的植物 也不会让人起疑 蓝望鸡再次来到 当年封印的地方 团子 当年他就是在乱葬岗附近 就下了还在墙堡里的魏无限 蓝望鸡抽出碧尘 在自己手上割了一个口子 然后运起灵力 准备用耗尽最后的生命力 把乱葬岗彻底封印 谁知 这个时候传来了一阵笛声 喜华 那时蓝望鸡亲自教魏无限 虽然魏无限没有灵力 但是在音律方面 蓝氏中怕识论悟性 没有人是魏无限的对手 喜华难度非常大 但是却也是听了蓝望鸡 谈了一次就毁了 蓝望鸡收回灵力 团子 是你吗 蓝望鸡收起剑 也不顾手上的伤口 循着声音找去 蓝望鸡一声声叫着魏无限 团子 血顺着手上的伤口流了一地 蓝望鸡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蓝望鸡的体力 随着血液的流失 消耗得极快 蓝望鸡倒下了 用剑支撑着身体 没让自己摔着地上 蓝望鸡留下了绝望的泪水 团子 就在蓝望鸡失去意识之前 他感觉到 有个人很温柔地把他抱起来 在他耳边轻轻地叫了一声 师尊 蓝望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客栈 蓝希臣守在自己身边 蓝望鸡起身 蓝希臣看到后营上去 蓝望鸡坐起身 左顾右盼 望鸡 你在找什么 蓝希臣关切地问 没什么 我怎么了 蓝望鸡看着蓝希臣很严肃地说 他确定他听到了魏无羡的声音 那叫了他十七年的师尊的声音 他永远不会忘 你需好过度 加上就伤胃欲 才会晕倒的 这次还好发现及时 不然后果不看设想 短时间内 不能再使用灵力了 蓝希臣拿了桌上一碗粥递给蓝湛 来 还温 嗯 蓝望鸡接过粥 发现自己手上伤口也没了 蓝望鸡更加确定 魏无羡没死 他的团子没死 蓝望鸡借口休息 支开了蓝希臣 不顾蓝希臣的叮嘱 遇见再次来到了乱葬岗 嗯 突 蓝望鸡落地 吐了一口血 但来不及调息 直接往乱葬岗深处走去 幻化出望鸡琴 席地而坐 徐徐演奏喜滑 可是一曲结束 魏无羡都没出现 团子 蓝望鸡停下手指 蓝望鸡收了望鸡琴 一步一步走到悬崖边 如果魏无羡还活着 他一定会就自己 如果魏无羡死了 那他也算解脱了 没有魏无羡的世界 太黑太冷 他一不想再多待哪怕一刻 团子 蓝望鸡跳下去之前 最后换出了爱人的名字 我的爱人 可是蓝望鸡没有落到地上 被一个人稳稳地抱在了怀里 稳稳落地 没有伤到半分 你是傻瓜吗 魏无羡声音有些颤抖 蓝望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在魏无羡怀里 长时间委屈瞬间爆发 攥起拳头 打在魏无羡肩膀上 你去哪里了 对不起 魏无羡抱着他 任由他打 团子让师尊担心了 师尊惩罚吧 他放在新家上 养大他 把他捧上天的师尊 那个做事果敢 冷傲的师尊 何时这么委屈过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着急 蓝望鸡看着 魏无羡好好好的 在自己面前 心里五味杂陈 你活着 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为什么让我这么难过 你知不知道我 无问 魏无羡堵住了 蓝望鸡的双唇 蓝望鸡攥着拳头 用力捶他 魏无羡抓住 蓝望鸡的手腕 良久 蓝望鸡情不自禁地 主动勾住 魏无羡的脖子 魏无羡放开他 魏无羡用额头 抵住 蓝望鸡的额头 师尊别生气了 团子知道 错了 蓝望鸡微微一笑 知道错了 要被罚 师尊想怎么 惩罚人家呀 魏无羡笑着说 师尊可不能 罚得太重哦 人家被师尊养得 这么柔弱 蓝望鸡看着 魏无羡的眼睛 罚你一辈子 留在为师身边 不准离再开半步 你领不领罚 妥领罚 不止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都要陪在 师尊身边 魏无羡觉得 自己很幸福 世界上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 你爱的人 他也爱你 师尊不善言辞 可是所有的情感 都表现在行动里 魏无羡把蓝望鸡 带回了一个山洞里 蓝望鸡看着山洞里的布置 你就住在这儿吗 嗯 魏无羡点点头 一年来我丢住在这里 这里 怨气很重 魏无羡一开始 一点灵力都没有 是怎么在这个地方 生存下来的 光想想就足够蓝望鸡心疼了 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魏无羡拉着蓝望鸡坐下 魏无羡握着蓝望鸡的手 师尊可以不问吗 那段日子 团子不想回忆 当时被屠戮玄武鸡 倒在水里 水里的漩涡 把自己带到了这里 那段日子 如果不是想着 要活着回去见蓝望鸡 魏无羡可能根本活下来 好 什么都没有 他的团子还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魏无羡把脸 靠在蓝望鸡手背上 师尊 团子好想你 为师也想我的团子 蓝望鸡摸着魏无羡的头发 那天是你对吗 师尊 你知道吗 那天团子想师尊了 就吹了喜滑 没想到 师尊真的来了 魏无羡那天看到蓝望鸡又惊又喜 如果不是 今日蓝望鸡寻死 怕是他还是想过段时间 再去找蓝望鸡 蓝望鸡知道 魏无羡修炼不同长法 需要蓝望鸡的清新音 等魏无羡修炼到第十虫之后 再离开乱葬岗 在此期间 魏无羡把走失召回了乱葬岗 有了蓝望鸡的帮助下 魏无羡控制走失的能力日渐增强 半个月后 魏无羡突破了第十虫 魏无羡一突破 就兴奋地抱起蓝望鸡转了几圈 师尊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蓝望鸡扶着魏无羡的肩膀 等魏无羡停下来后 拍了几下 放我下来 魏无羡抬头 笑着说 亲一下就放 说完 撅起嘴 蓝望鸡哭笑不得 低头碰了碰魏无羡的唇瓣 快放我下来 魏无羡轻轻放下蓝望鸡 随后又用力抱住蓝望鸡 师尊 突破第十虫了 谢谢你 半个月 魏无羡不知道走火入魔了多少次 如果不是蓝望鸡 怕是魏无羡 不可能这么快突破 回云深不知处 蓝望鸡觉得自己一声招呼不打 蓝细尘他们估计都急疯了 师尊 我 现在还可以回吗 魏无羡轻轻推开他 魏无羡有些担心自己现在修炼的功法 有为常法 蓝望鸡捧起他的脸 云深不知处是你的家 本作是你的师尊 仙门的仙都 也是你未来的道理 有我在 谁敢动你 蓝望鸡相信魏无羡能控制好自己 再说 就算实在控制不住 也还有他 自己养大的团子 怎么可能不信任 师尊 魏无羡扑进蓝望鸡怀里 像小时候一样 用脸蹭着蓝望鸡的胸口 谢谢你 蓝望鸡汉手问了问魏无羡的发顶 跟我回去 嗯 魏无羡抱着蓝望鸡的腰 蓝望鸡和魏无羡 刚一下山 就听说了仙门百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仙都受伤后失踪 一领走失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仙都疑似用生命力 驱赶了所有的走失 并且重新封印 仙都以身献祭封印乱葬岗的事情 一传十 十传百 各种版本 江湖说书 因这件事都赚了不少钱 蓝望鸡和魏无羡听了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魏无羡揽着蓝望鸡的腰身 把蓝望鸡往自己身边拉 在蓝望鸡耳边说了一句 师尊 原来你在世人心里这么伟大呀 蓝望鸡咧了咧嘴角 不着痕迹地 拧了魏无羡的腰间一下 嗯 魏无羡痛 却要保持微笑 疼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师尊 我 错了 清点 蓝望鸡看着他那笔哭还难看的笑容 也就放过他了 饿了 去吃饭 结果 两个来到一家客栈 坐下后 又听到有人议论仙都 两个人无奈了 想着吃完赶紧吃完就走 回去澄清一下 仙都还活着 两个人沿途打听到 仙门百家都集聚在金灵台 听说是 金光善提出 仙门仙都之位不能一直空出来 想着先选一个人 暂待仙都的位置 这近老头 还真是痴心妄想 师尊 怎么办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 走 蓝望鸡眼神都不变了 好 魏无羡很难是高兴 金家狼子野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之前蓝望鸡为了百家和睦 没有处置金家 但现在仙都失踪 他竟然明目张胆 想要篡位 简直找死 蓝望鸡的脾气 魏无羡最清楚 自己的东西 除非自己不要 不然轮不到别人抢 两个人来到金灵台 被两个没有眼力见的人拦住 站住什么人 蓝望鸡一肚子气 懒得和他们扯皮 直接用弦杀树击倒了守卫 直接走进去 两个守卫想拦住 谁知魏无羡笑嘻嘻地说 姑苏寒光君 岂是你们能拦的 仙都 两个人马上行礼 免礼 魏无羡乐呵呵地说 世尊等等我 蓝望鸡一步一步踏上金灵台的台阶 还没到门口 就听到几个人的争吵 我们现在理应全力寻找仙都 聂明爵大嗓门老远就能听到 魏无羡心道 这位聂宗主还真是忠心 聂明爵和蓝西辰当年辅佐蓝望鸡打天下的故事 魏无羡从小听到大 江家是后来加入的联盟 仙都是一定要找的 可是仙门不能一直一团散沙吧 金光善耐着性子解释 有个人领头 大家才好做事呀 很多小族附和 金家这些年没少拉仙门的小宗族 蓝念两家联盟太牢靠打不破 至于江家 怕是从小就打江燕离的主意吧 温家不屑于跟金家结盟 魏无羡心道 哼 老狐狸 等你坐上仙都之位 肯定巴不得我师尊回不来吧 魏无羡心疼看了自己 师尊一眼 仙门一团散沙 是本座的失职 自有本座处理 金宗主日理万鸡 就不必操心了 蓝望鸡清冷的声音 从大厅门口传来 仙都 在场的人 有惊有喜 望鸡 蓝溪尘反应最快 赶上去上下 检查蓝望鸡 你没事吧 蓝望鸡摇摇头 推开蓝溪尘 金宗主 我只不过是去加固结界 顺便找我徒弟 回来的晚了点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取而代之吗 仙都 我怎么敢 我只是想着 有人领导百家 能更好地寻找仙都 金光扇辩解道 是吗 蓝望鸡冷谋一扫 你们也这么觉得 蓝望鸡知道 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支持金光扇 加上原本支持 蓝望鸡的僵士 现在也指望不上了 光凭蓝涅两家 肯定是打不过 在场的这么多家族的 但是所有人 忌惮蓝望鸡的修为 要放在 以前蓝望鸡 肯定不会吧 这些人放在眼里 可是 他的伤还没好 甚至因为之前失血 加上这段日子 虽然是静养 但是也还是使用灵力 帮助魏无羡静心 如今 蓝望鸡的实力 已经不到巅峰时期的一程 而且 他不能过多纠缠 魏无羡修炼的是 鬼道术法 要是被发现会很麻烦 即使蓝望鸡会 拼尽全力 护住魏无羡 但是他不希望 他的团子成为焦点 对呀 仙都 所有人的眼睛 都死死盯着蓝望鸡 蓝望鸡不像传言那样 身受重伤呀 看上去还好好的 所有有一心 想要和金光扇造反的人 后背均是一凉 这时 金光瑶突然拔出 剑巢蓝望鸡宫去 所有人都错不及防 离蓝望鸡最近的魏无羡 也没来得及 护住蓝望鸡 蓝望鸡用避沉 挡了一下 蓝望鸡本就有伤 加上金光瑶使出了全力 这一下直接把蓝望鸡 激到吐血 金光瑶也没好到哪里去 蓝望鸡就算只剩一成的实力 也高出金光瑶一大截 把金光瑶直接震晕过去 可是蓝望鸡的实力暴露了 金光扇勾起唇角 原来金光瑶刚才就是想试探蓝望鸡 每次到 蓝望鸡的伤势竟然如此严重 魏无羡扶住要倒地的蓝望鸡 师尊 蓝望鸡扶着胸口 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混蛋 魏无羡刚要抽出陈情 不要 蓝望鸡拦下他 来人 拿下 金光扇见蓝望鸡的伤势如此之重 也不愿再装 现在整个金灵台 除了蓝氏和涅氏 带来少量的弟子 还有僵氏带来的人 处于中立位置之外 就全部都是金氏的人 金光扇 你想做什么 聂明爵和蓝锡承 互在蓝望鸡身前 哼 韩光君现在受伤 实力大不如前 先都之位就应该让衔 金光扇丑恶嘴脸 令人作呕 说吧 所有人攻向蓝锡承他们 蓝锡承和聂明爵死死护着中间的蓝望鸡 蓝望鸡还想强行站起来 可是吐了一口血 还是没能站起来 蓝望鸡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低估了自己身上的伤 师尊 魏无羡看着怀里蓝望鸡 心疼得要命 他捧在手心里的人 怎么能受到这样的伤害 魏无羡吻了吻蓝望鸡的额头 等我回来 说完把蓝望鸡交给一旁的蓝丝锥 师兄 照顾好他 嗯 蓝丝锥点点头 不要 蓝望鸡担心魏无羡会控制不住自己 毕竟虽然突破了第十重 但魏无羡身上的怨气还是很难控制 需要轻心音的配合 魏无羡抽出陈情 横迪在唇 心里想着蓝望鸡 只有想着蓝望鸡他才能控制好怨气 而不是被怨气控制 很快 倒在地上的尸体 一个个站了起来 所有人吓了一跳 这是 金光扇怎么都没想到魏无羡竟然修炼了如此邪门的功法 吓得连连后退 而线 蓝锡尘显然也是吃惊的 魏无羡不管不顾的用音律控制走失 死的人越多 魏无羡的助力也越大 随着人越死越多 怨气越来越浓 渐渐的魏无羡越来越控制不住怨气 脑海中不再是蓝望鸡绝美的笑容 变成了蓝望鸡重伤的模样 怨气开始肆意伤人 阿线 停下 蓝锡尘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为时已晚 魏无羡已经失控了 蓝望鸡用力推开蓝丝锥 用尽全身的力气 抱住了魏无羡 团子 停下 说完 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蓝望鸡的声音 拉回了魏无羡的理智 看到蓝望鸡晕晕 魏无羡扔下陈晴 接住了蓝望鸡 魏无羡抱住蓝望鸡 失尊 魏无羡担忧地唤了一声 蓝望鸡失去了意识 呼吸也很微弱 魏无羡很是担心 直接抱起蓝望鸡 走出了宴厅 魏无羡的厉害 所有人都见识了 没人敢挡他的路 蓝锡尘捡起陈晴 追了上去 魏无羡把蓝望鸡 带到了金氏的客房 爱意和担忧 几乎溢出眼眶 蓝锡尘看着魏无羡的样子 只能将陈晴放在桌上 默默退出去 虽然魏无羡不说 但是从两人的互动 蓝锡尘明白了 两人已经互通了心意 蓝锡尘请了一位医师 进去给蓝望鸡检查 医师把完卖就去煎药了 要煎好 医师就直接送到魏无羡手里 做完这一切 医师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魏无羡咬了一勺汤药 刚要喂给蓝望鸡 谁知蓝望鸡不张嘴 看着手里的药都要凉了 魏无羡很是着急 于是他灵机一动 仰头喝了一大口含在嘴里 腹下身含住蓝望鸡的双唇 将口里的药 度到蓝望鸡嘴里 汤药顺着喉咙流进蓝望鸡身体里 魏无羡欣欣慰一笑 一天后 蓝望鸡醒来 就看到眼睛通红的魏无羡 刚想说什么 魏无羡就先抬口了 师尊 你怎么样 我没事 蓝望鸡的声音很是虚弱 挣扎得想坐起来 魏无羡扶起他 蓝望鸡看着魏无羡 团子 上下检查魏无羡 你还好吧 魏无羡心里暖暖的 蓝望鸡伤成这样 醒来第一件事还是关心自己 魏无羡抱住他 用力吸了吸他颈尖的味道 只要你没事 我就不会有事 天知道蓝望鸡没有一点意识 倒在自己怀里的时候 魏无羡有多害怕 蓝望鸡轻轻抚上 魏无羡的后背 轻轻拍打 安抚道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魏无羡放开蓝望鸡 看着蓝望鸡苍白的脸色 心里委屈得不行 师尊一点都不知道 爱惜自己的身体 完全不顾及 团子有多着急 师尊肯定是不爱团子了 说着眼眶又红了 配上通红的眼睛 看上去别提多可怜了 蓝望鸡最看不得魏无羡委屈了 伸出手揉着魏无羡的脑袋 好啦 为了团子 师尊会保护好自己 师尊还打算陪着团子一万年呢 魏无羡弯下腰 抱住蓝望鸡的腰 把脸靠在蓝望鸡的腰上 一万年不够 万年 一年 只要生命不终结 师尊都陪着团子 蓝望鸡轻轻梳着魏无羡 有些凌乱的头发 嗯 蓝望鸡不相信什么转世 魏无羡自然也不信 他们不想考虑什么来生 就想这辈子不留遗憾 又过了两天 蓝望鸡身体恢复很多了 魏无羡情绪也没有这么不稳定了 蓝西尘觉得 有必要和他们谈谈了 兄长 则无君 蓝望鸡和魏无羡同时行礼 旺鸡 我来是想和你谈谈 蓝西尘看着魏无羡 阿县身上的怨气 兄长 团子体质特殊 无法修炼仙道 蓝望鸡解释道 可是鬼道竖法却很适合他 我理解 可是 蓝西尘欲言又止 仙门百家不能理解 也不敢理解 连聂大哥都觉得 阿县这身修为不详 魏无羡眼神冰冷 那则无君呢 是不是也觉得我这身功法是邪魔外道 要不是蓝望鸡在 魏无羡可能会再次失控 你们想怎样 杀我还是费我全部修为 阿县 蓝西尘看着魏无羡有些无奈 转向蓝望鸡 望鸡 如今形势不一样 你受伤的事 所有人都知道了 阿县又杀了这么多人 那又怎样 魏无羡语气生冷 则无君别忘了 那些人本来是想杀师尊的 我保护师尊有什么错 那 涅士和蓝士 还有中立的僵士呢 蓝西尘抬高音调 那么多无辜的弟子 因为你的失控就牺牲了 蓝士 涅士 魏无羡没想到自己失控起来 除了蓝望鸡 任何人都会攻击 我 魏无羡理亏 什么都不敢说 兄长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 蓝望鸡直接问 他们说 念在阿县护师的份上 上交陈情 自费修为 这件事也就算了 放屁 魏无羡很是生气 我最算修炼的是邪魔外道 也轮不到你们费我修为 阿县 蓝西尘希望蓝望鸡帮忙劝劝 可蓝望鸡说 兄长请回吧 世尊 现在怎么办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 蓝望鸡摸着魏无羡的脑袋 像小时候一样安慰他 世尊会永远护着你 蓝望鸡笑着说 嗯 魏无羡靠在蓝望鸡怀里 世尊在 团子什么都不怕 乖 蓝望鸡笑着说 又过了几天 蓝望鸡带着魏无羡坐在金灵台主位上 正殿中央跪着金光扇和他几个儿子 魏无羡站站在蓝望鸡身边 腰间插着陈情 蓝望鸡冷傲的眼神淡然地看着跪着的金家人 果然成王败寇 强倒众人推 前几日还是高高在上的金宗主 如今没有一个家族站出来为金家求情 蓝望鸡不仅感叹 如果哪天拜的是自己 怕是也不过是这个下场 不 或许更惨 其实这些家族站在金家这边 更重要的原因是蓝望鸡这一年形势过于狠利 整顿仙门过于严苛 令不少家族利益受损 他们便恨上了蓝望鸡 却又碍于蓝望鸡的实力 不敢公然得罪 但是有一个人牵头就不一样了 他们总觉得团结起来 就能把蓝望鸡拉下来 魏无羡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蓝望鸡看着魏无羡 团子 你处理吧 为师乏了 蓝望鸡一手靠在了椅子扶手上单手 拖着脑袋 微微眯着眼睛 是 魏无羡声音中气十足 跟蓝望鸡有些虚弱的样子 形成鲜明对比 魏无羡抽出陈晴 一步一步走上前 用陈晴抬起了金光瑶的下巴 你是用这只手伤了我师尊的对吗 魏无羡握住金光瑶的手腕 咔嚓一声 手腕粉碎 随着金光瑶的尖叫 他的手无力地垂下 蓝望鸡听到这个声音 皱了皱眉头 魏无羡看到有些生气 太吵了 魏无羡抽出随便 直接割了金光瑶的舌头 没了舌头的金光瑶 只能呜呜 地痛苦呻吟 魏无羡似乎很满意金光瑶现在的样子 擦了擦随便 然后用力朝金光瑶的大腿割去 直接割断了金光瑶的灵脉 血流了一地 金光瑶痛地晕了过去 魏无羡提起带血地随便朝金子瑄走过去 金光瑶看到自己最爱的儿子有危险 很是着急 魏无羡 你本事冲我来 别动我儿子 哼 还挺护着自己儿子的 魏无羡讽刺道 可我刚才折磨的也是你亲生的吧 怎么不见你这么着急呢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金光瑶只把金光瑶当成一个工具 而不是儿子 也只有金光瑶还傻傻地为金光瑶做事 金光瑶可能也是着急了 对着之前支持他 并且跟蓝忘机有极大怨气的几个家族 你们看什么 我死了 你以为蓝忘机会放过你们 金光瑶似乎人之将死 什么都不管了 我的今天 就是 还不等金光瑶留完一眼 就被魏无羡一见解决了 可是 金光瑶的话让不少人开始害怕 毕竟这一年来 蓝忘机一直心狠手辣 好几个家族被他拿来杀鸡儆猴 仙门中人本来对蓝忘机就有极大怨气 他们害怕有了这么强大的魏无羡 蓝忘机如虎添翼 将来怕是要蓝家一家独大咯 至于金子轩 蓝忘机让魏无羡废了他全部修为 让江艳离领会江家 别让自己再见到他 处理完金家的事 所有人似乎没有走的打算 蓝忘机知道他们 就是想逼着自己废了魏无羡的修为 蓝忘机红唇微起 来人看茶 蓝忘机坐直身体 不就是好吗 看谁好得过谁 茶上来之后 蓝忘机也不管别人 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一口茶下肚 蓝忘机淡淡地说 今日其实还是有一件喜事要告诉诸位 蓝忘机拉着魏无羡的手 我和魏英不日会举行截到大典 这句话一出 蓝锡尘手里的茶杯差点没拿稳 先都 您的道理将来会和您一样成为整个修真界的榜样 你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草率了 聂明爵第一个不同意 对呀 先都 您是高高在上的先都 而您的徒弟不过是个孤儿 怎么配得上您 就是嘛 七嘴八舌地说了一大堆 总体就是不愿意蓝忘机和魏无羡截到 可谁知蓝忘机喝完茶 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没有跟你们商量的准备 只是通知大家一声而已 蓝忘机感受到 提到孤儿两个字的时候 魏无羡手紧了紧 先都 我们也是为了您好 且不说这魏英的出身 就说魏英是您的弟子 您就是他的长辈 怎么能与小辈截到呢 一个爱出风头的宗主站出来 你是 蓝忘机眯了眯眼睛 平阳摇氏 正是在下 姚宗主见先都 记得自己很是得意 我记得你 出大事前说得赶天动地 出了大事后 跑得惊天动地 蓝忘机淡淡地说 受平阳百姓的供养 却不理百姓死活 邪碎出现的时候 跑得比普通百姓都快 姚宗主不敢说话了 默默退后 蓝忘机轻轻用茶杯盖子 撇了撇茶叶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尽管提 谁还敢提意见呀 最后只好散了 见人都走了 蓝忘机和魏无羡 也回了自己的房间 结果刚关上门 蓝忘机一口血吐了出来 扑 世尊 魏无羡焦急扶起蓝忘机 蓝忘机呼了一口气 没事 世尊 魏无羡扶着蓝忘机坐下 蹲在蓝忘机面前 我的喜滑停一段时间吧 实在不行我可以去去沼泽无君 魏无羡急得眼泪都下来了 不行 不能告诉兄长 原来蓝忘机的伤迟迟无法痊愈 就是因为魏无羡发怒 导致怨气不受控制 急易走火入魔 蓝忘机不得不每天耗费灵力 给魏无羡谈奏喜滑 至于为什么不让魏无羡去找蓝希尘 主要是蓝忘机太了解他这个兄长了 一旦告诉蓝希尘 魏无羡不死也得被废了 可 可是 魏无羡没想到 自己当时只是希望变强能帮助师尊 可是没想到 最后还是连累了蓝忘机 噓 蓝忘机把一根视纸 比在魏无羡的双唇上 然后搂住魏无羡的脖子 魏无羡回应似的 抱住蓝忘机的窄窄的腰 晚上 魏无羡搂着蓝忘机睡着 蓝忘机起身轻轻掀开被子 捏手捏脚低下了床 蓝忘机下床的那一刻 魏无羡睫毛动了一下 走出门就看到蓝希尘在门口 兄长 兄长这个守房门的习惯 真的不好 忘机 蓝希尘走过去扶住他 小心 看着面色苍白的蓝忘机 蓝希尘心疼道 真的值得吗 兄长 我活了两百多岁 值不值得的事情早就做完了现在 对我来说只有愿不愿意 蓝忘机看着天上皎洁的月亮 可是 现在百家联名上书反对你和阿县捷道 忘机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 蓝希尘劝解道 虽然他知道蓝忘机对魏无羡的感情 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弟弟不应该是个断秀 毕竟你与阿县同为男子 阿县出身也并不是仙门望族 加上所修道法并非仙门道法 你们还是师徒蓝希尘罗列了 一大堆蓝忘机和魏无羡不适合的理由 只可惜蓝忘机并不想接受他的建议 兄长 我们蓝家现在应该不用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提升自家水平吧 蓝忘机淡淡地说 而且我截到本就是我的私事 他们还用你操心太过了了吧 忘 蓝希尘还想反驳 可是蓝忘机没有给他机会 还有 团子很好 就算天资不适合修炼 他也没有放弃过 除了灵力每次试炼考核团子不是第一 蓝忘机和蓝希尘霹雳巴拉 说了一大堆 谁都不肯让一步 魏无羡指着寝衣站在柱子后面 听着蓝忘机维护自己的话语 心里暖暖的 师尊 团子会努力的 团子也会用生命去保护你 团子也会爱您 爱到生命的尽头 蓝忘机回到房间的时候 魏无羡正睡着 蓝忘机弯腰吻了吻魏无羡的额头 然后再次掀开被子 轻轻躺了进去 魏无羡翻了个身 搂住了蓝忘机 嘟囔这小嘴 似乎在异语 师尊 我喜欢你 我爱你 蓝忘机也转过身 两个人面对面 蓝忘机伸手搂住魏无羡的肩膀 围师也最爱我的团子了 团子真好看 我的 我一个人的 第二天 蓝战就带着魏无羡回了云深不知处 把剩下的事情留给蓝希臣处理 蓝希臣看着蓝忘机和魏无羡感情越来越好 有些担忧 蓝忘机和魏无羡本就是师徒 如今魏无羡又 修习了与仙道相悖的术法 往后的日子怕时不好过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蓝希臣也只能舍了魏无羡 毕竟蓝忘机是蓝希臣唯一的弟弟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一个月后 这一个月来 很多仙门的人都送来补品和仙品药草 来给蓝忘机补身体 仙都 魏无羡正在为蓝忘机喝药 一个月的调养蓝忘机的实力 已经恢复到了三成左右 毕竟是旧伤 只是治不好了 只能靠调养 蓝景仪匆匆忙忙跑进来 不好了 干嘛呀 我师曾好得很 别乱说 魏无羡白了蓝景仪一眼 师兄 这么多年 你这毛毛躁躁的性格 什么时候能改改 仙门百家堵在山门外 说要仙都处置阿县 蓝景仪喘着气 什么 蓝忘机心里一惊 这些人就掐准我的实力 还尚未恢复 果然这一个月来两次 说来探望是假 试探我的实力 是真 蓝忘机一用力 胸口又痛了 魏无羡及时扶住蓝忘机 师尊 看到蓝忘机着急上火 魏无羡心疼不已 转身就想走出门 我去教训他们 蓝忘机拉住他 别胡闹 师尊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虚弱的样子 心疼坏了 围师出去看看 锦衣你看着他 别让他离开静视 蓝忘机对蓝景仪说 师尊 魏无羡委屈巴巴的拽着蓝忘机的袖子 听话 蓝忘机摸摸魏无羡的头发 魏无羡用脸蹭了蹭蓝忘机的手 师尊不要去太久 团子会想念你的 嗯 蓝忘机捧着魏无羡的脸 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 完全不顾锦衣还在 然后踢起剑走了出去 魏无羡眼看着蓝忘机的背影越来越小 最后消失 很是担忧 看了一眼一旁的蓝景仪 转了转眼珠子系上心来 蓝忘机优雅地走到山门前 看着正在荷兰市弟子对峙的小宗门弟子 怎么这么热闹 蓝忘机站的端正 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们 表情冷得几乎可以在脸上结冰 仙都 蓝失弟子见了行李 其他人也跟着行李 不知诸位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为何伤我蓝失弟子 蓝忘机冷冷地扫银眼倒地的蓝失弟子 当然对方受伤更多 仙都 只要您交出魏无羡这个邪魔外道 我们自然是不会为难于您和蓝失 这个干啥啥不行 脚屎第一名的姚宗主又站出来了 哦 邪魔外道 蓝忘机扬起下巴 修炼道法不同 就是邪魔外道吗 蓝忘机看着姚宗主 这 姚宗主强词夺理道 怨气是我们先门镇压的 可是魏无羡却反其道而行之 利用怨气 不是邪魔外道是什么 蓝忘机看着聂明诀 聂宗主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先都 你不能和魏无羡结道 这么做辱您清欲 聂明诀一直是蓝忘机 为神一样的存在 可是近十几年来 蓝忘机为了魏无羡破了太多理 坏了太多规矩 一点都不像当年的韩光君了 哼 好呀 蓝忘机冷声道 既然你们容不下他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蓝忘机抽出剑 先都 聂明诀上一次看到蓝忘机这个样子 还是两百年前的大战 蓝忘机为了先门和百姓也是如此决绝 可是今日是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韩光君怎么能变成这样 既然如此 先都得罪了 蓝忘机不愧是修真界黄金一代最强者 哪怕只有三成的实力 也打上了大半功上来的人 可是蓝忘机自己也受了很重的伤 用剑支撑着身体 不让自己倒下 先都 何苦呢 聂明诀开口问道 值得吗 哼 蓝忘机再次站了起来 没有回答他 聂明诀不会明白 无牵无挂者舍生 两百年前他如此决绝 就是因为无牵无挂 但是 心有所爱者忘死 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 就要保护所爱的人 如果在巅峰时期的蓝忘机 这些人根本不够蓝忘机看的 只可惜 如今的蓝忘机 只有三成的实力 就在蓝忘机撑不下去的时候 一阵笛声传来 不好 是位无限 所有人吃了一惊 团子 不要 虽然这段时间极力控制 可毕竟是怨气 一旦失控 便会被反噬 甚至被心魔吞噬 可是现在的蓝忘机 连举荐的力气都没有 更没有力气去阻止位无限 位无限好似从天而降 所以人错不及防 位无点远远地看到 蓝忘机受伤 身上的杀气更加重 血红的眼睛 让他看上去宛如地狱修罗使者 位无限横迪在唇 耳边传来无数个恐怖又空灵的声音 位无限 你看看你多没用 连自己最爱的人都护不住 位无限 他可是你的师尊 一手把你带大的师尊 捧着你宠着你的师尊 你不是说过要用生命去爱他吗 你却让他为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位无限你本就是孤儿 蓝忘机是唯一一个在乎你的人 可是现在他们要把他从你身边夺走 杀了他们 杀了所有阻止你跟他在一起的人 位无限在挣扎 蓝忘机说过他不能被心魔反噬 不 位无限努力看向蓝忘机 想要找回一丝理智 可是先门的人 没给他这个机会 是位无限 他出来了 快杀了他 刚才位无限刚出现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傻了 可是现在看到位无限失神 所有人一拥而上 团子 蓝忘机强撑着想要上前帮助 位无限 可是蓝锡尘和蓝思追不知 从哪里冒出来 蓝锡尘拦住了蓝忘机 反扣住蓝忘机的手 让他动弹不得 兄长 蓝忘机眼神复杂地看向蓝锡尘 原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蓝锡尘默许的 一直守护的先门百家背叛自己 最忠诚的下属不理解自己 最爱的人陷入危险 蓝忘机都没有这一刻的绝望 他最亲的兄长竟然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 怪不得自己弄出这么大动静 蓝师长老一个都没有出来 怪不得那些人虽然消耗了自己的体力 却没有人下死手 原来这一切蓝锡尘都知道 蓝忘机心痛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 他已经不是和我们认识的那个阿县了 先门百家容不下他 我们不能把蓝氏置于先门百家的对立面 忘机 你不仅是阿县的师尊 你还是蓝氏的二公子 你得为蓝氏考虑啊 蓝锡尘解释道 放开 蓝忘机不想和他多话 他现在只想站在爱人身边 和他一起面对这一切 蓝锡尘死死禁锢着蓝忘机的双手 本来蓝锡尘以为这么多人 为无先看肯定死定了 可谁知道 卫无先周身怨气出现了 有了实体形态 把身边的人都弹开了 卫无先扬着下巴 现在对他来说 这些热跟蓝已没有区别 卫无先横迪 在纯周身怨气朝仙门百家的人攻去 啊 很快惨叫声就遍布了整个战场 卫无先献得无差别攻击 杀死了很多人 其中包括蓝氏弟子 团子 蓝忘机再次挣扎 别过去 他现在已经不认得人了 蓝锡尘皱着眉头说 那也是你们逼的 蓝忘机看着蓝锡尘 兄长 团子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见他何时害过人 师尊 仙都说的没错 蓝锡尘看着失控的卫无先 阿县 从来没有害过人 如果这次仙门百家 没有来招惹他 没有伤害仙都的话 他一定会像以前一样 开心地陪在仙都身边 放开我 蓝忘机冷冷地说 忘机你现在去又有什么用 阿县已经不认人了 那我也要站在他身边 他是我发誓用生命去爱的人 不论发生什么 我都要陪在他身边 蓝忘机话音刚落 蓝锡尘放手 他知道他拦不住蓝忘机 他也明白了 他自以为的保护弟弟 可能会把弟弟 推入更加黑暗的深渊 蓝忘机朝魏无线走过去 团子 蓝忘机的声音 吸引了魏无线给注意 可是他明显不认识蓝忘机了 捏住蓝忘机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看着双目通红的魏无线 蓝忘机心疼坏了 用手包住魏无线 掐着自己脖子的手 团子团子 我是师尊 醒过来 蓝忘机被憋得满脸通红 我 我们回家 魏无线看着蓝忘机的脸 听着他的声音 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 团子 每一个画面 都是蓝忘机温柔地叫着魏无线 师尊 魏无线手松开了一些 师尊 眼睛恢复了原本漆黑的颜色 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魏无线放手 蓝忘机像一个瀑布娃娃一样摔下来 魏无线痛苦地跪在蓝忘机面前 师尊 对不起 蓝忘机慢慢起身 看着满蓝忘机 看着满蓝泪花的魏无线 伸出手摸着魏无线的脸颊 团子 乖 不哭 师尊没事 师尊 魏无线歪了歪脑袋 蹭了蹭蓝忘机的手掌 团子 不哭了 蓝忘机欣慰地笑着说 我们 回家 两个字没有说出口 蓝忘机看到魏无线身后 要宗主提着剑跑过来 正要朝魏无线刺过去 蓝忘机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推开了魏无线 自己中了一剑 一口血吐出来 然后倒在了一旁 蓝忘机倒下的那一刻 魏无线只觉得天都塌了 痛苦大吼一声 然后愤怒地看着瑟瑟发抖的姚宗主 不 不是 姚宗主杀错人下的倒地 魏无线直接提起他 然后掐断了他的脖子 然后把尸体扔在一边 魏无线失魂落魄地 走到蓝忘机的身边 扶起蓝忘机 知道蓝忘机没有了气息 好像已经难过到 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只是抱起蓝忘机朝静室走去 他记得师尊说要和他回家 魏无线带着蓝忘机回到静室 师尊 就准你睡一会儿 但不要睡太久好吗 魏无线看着泪水 一个月后 蓝思追和蓝景仪 来到乱葬岗 魏无线正陪在蓝忘机身边 只看到蓝忘机躺在一张床上 床四周拉上福转 师兄 你们来了 魏无线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位师兄 很开心 站起身 看着床上的蓝忘机 师尊 两位师兄来看你了 阿线 蓝思追和蓝景仪 看着魏无线这个样子 心很疼 你醒醒吧 把仙都送回云山安葬吧 云山是你的家 也是仙都的家 回家吧 好吗 师尊 没死 我有办法救他 只要练出阴虎符 给我一点时间 原来魏无线之前意外得到一把阴铁剑 可以聚集怨气 同样的可以修复魂魄 恢复魂力 可是 阴虎符过于邪恶强大 为了不连累云深不知处 魏无线带着蓝忘机离开了 阿线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是真正的离经叛道 不容回头 蓝思追劝说道 仙都不会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离经叛道 魏无线冷笑一声 离拿本经 叛何方道 我只知道如果不是师尊 我不可能长这么大 是师尊养大我 叫我善恶是非 阿线 蓝思追还想劝说 蓝思追 魏无线指着蓝忘机说 你看看他 他是蓝忘机 韩光君 保护了 仙道两百年的韩光君 可是 他现在就躺在这里 公平吗 魏无线眼睛冲血 仙道救不了他 我来救他 思追 我们走 蓝景仪不想激怒魏无线 魏无线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说道 回去告诉泽悟君 这笔账 我迟早要找仙门讨回来 让他们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日子 魏无线每天专心练制阴虎符 上山采药 更多时间是守在蓝忘机身边 安静地看着蓝忘机美好的容颜 半年后 鹰虎符被魏无线练出来 本来呢 可以快的 但是是观蓝忘机 魏无线求稳不求快 而且魏无线这半年 没有一次失控 偶尔也会用笛子吹洗滑 同时用采来的药草 制作了很多药丸 想着给蓝忘机补身体 当然 半年内 仙门百家几次上山 讨伐魏无线 只可惜被魏无线换痒的痒的凶尸挡在山下 根本上不了山 师尊 魏无线摸着蓝忘机的侧眼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蓝忘机的魂魄 魏无线开始每天给蓝忘机喂些药 让蓝忘机的身体能够强壮一些 这半年 虽然蓝忘机的身体一直处于死亡状态 但是因为魏无线一直用怨气护住 尸身保护得很好 甚至伤口都愈合了 魏无线打算 等蓝忘机醒了 他就离开 有些事情 有些人还是要他亲自收拾 又过了 一个月 魏无线打算 先把蓝忘机的残魂 融入蓝忘机的身体里 毕竟锁琳囊再好 也比不上身体 魏无线拿出锁琳囊和鹰虎符 魏无线吹起笛子 驱动鹰虎符 锁琳囊打开 里面的魂魄 进入到蓝忘机的身体里 师尊 魏无线看着蓝忘机 蓝忘机睁开眼睛 琉璃色的眸子 让魏无线想念极了 师尊 魏无线很激动 蓝忘机没有表情 只是慢慢坐起来 魏无线抱住他 师尊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要救我 蓝忘机一言不发 只是静静给他抱着 师尊 魏无线意识到不对 轻轻推开蓝忘机 蓝忘机漂亮的眼睛里 没有一点焦距 师尊 魏无线的手 在蓝忘机眼睛前面晃了晃 蓝忘机却没有一反应 魏无线明白了 蓝忘机魂魄不全 现在没有任何情绪和感觉 魏无线心疼地揉住蓝忘机 师尊 你放心 我会救你 你不会永远这样的 蓝忘机似乎感受到了魏无线炙热的感情 本能地靠近魏无线 蓝忘机的情况 暂时还走不了 魏无线只能再陪他适应一段时间 不然要是在乱葬岗魏无线都照顾不好蓝忘机 出去就更不用说了 经过几天的相处 魏无线发现蓝忘机非常依赖自己 不论自己做什么 蓝忘机都会跟着 和以往的清冷完全不一样 蓝忘机虽然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 魏无线能感受到蓝忘机住在怡林 他是高兴的 这一天 魏无线给蓝忘机抓了一只野兔子 世尊 魏无线记得蓝忘机最喜欢兔子了 蓝忘机收到兔子 竟然懂得轻轻抱起来抚摸 果然喜爱兔子已经成为本能了 魏无线很高兴 蓝忘机跟着自己 虽然自己很开心 但是毕竟不方便也不安全 有只小兔子陪着蓝忘机 他就会乖乖待在家里 世尊 明天我要去给你采药 你乖乖在家等我 不会很久的 魏无线像以前蓝忘机照顾自己一样 耐心地红着蓝忘机 蓝忘机对魏无线说的话没有什么反应 魏无线以为他同意了 结果刚要走开 蓝忘机就放下兔子 拉住他 魏无线转身再次蹲在蓝忘机面前 握着蓝忘机的手说 世尊我要去给您采药 您的身体必须吃药 太危险了 您不能去 蓝忘机没有过多的表情 只是抱住了魏无线 用脸蹭了蹭魏无线的脖子 魏无线看着如此依赖自己的蓝忘机 也很无奈 蓝忘机现在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 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恐惧 自己是他唯一亲近的人 之前 世尊不开敲让魏无线很挫败 现在 世尊太黏他 又让魏无线手足无措 他这个徒弟当的也是够失败的 魏无线抱着蓝忘机坐到床上 用下巴抵着蓝忘机的额头 魏无线在考虑 或许改回云身不知处了 自己一个人分不开身照顾蓝忘机 而且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要真留蓝忘机 一个人待在浮摸洞里 他也不放心 魏无线握着蓝忘机的手放到唇边 亲吻了几下 轻声说 世尊我们回家 蓝忘机轻横几声 在魏无线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睡了过去 第二天 魏无线收拾东西 准备带着蓝忘机会 云身不知处 蓝忘机坐在一旁 抱着兔子 呆呆地看着魏无线收拾 魏无线收拾好行李后 一手搂着蓝忘机 下山 下山后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魏无线想着 也很久没下山了 不如带着蓝忘机晚几天 反正药也还够吃 于是找了个客栈 魏无线点了菜 一口一口地喂着蓝忘机吃 慢点吃 魏无线看着安静的蓝忘机 心里满满的幸福 晚上 魏无线带着蓝忘机在街上转悠 看到一个卖唐人的小摊 拉着蓝忘机走过去 老板 有小兔子的吗 有 可以给您做 说着 小贩拿起融化的糖浆 开始在做画 画出一只小兔子 那 给您 小贩把唐人交给魏无线 谢谢 魏无线付了钱 接过唐人 世尊 来 魏无线喂给蓝忘机吃 蓝忘机张嘴咬了一口 慢点 魏无线轻轻擦去蓝忘机嘴角的糖渍 然后把唐人交给他 世尊 那边有花灯 我们去看看 蓝忘机由着魏无线牵着自己 一言不发 呆呆地看着魏无线 魏无线看着一个个精致的花灯 挑了一只兔子灯 递给蓝忘机 世尊 喜欢吗 蓝忘机看着那只花灯 伸出手接下 魏无线看到蓝忘机比 刚醒过来时 有了更多的反应很高兴 他相信 很快他的世尊就能回来 温柔地叫着他团子 给他做饭 抱他 哄他睡觉 公过这时间差不多了 蓝忘机该睡觉了 魏无线带着蓝忘机回了客栈 睡觉的时候 蓝忘机要一直到抱着魏无线 才睡得踏实 半夜 魏无线感觉到有人进了他们的房间 魏无线抱起蓝忘机 直接坐到了正厅 老祖 一个身穿黑衣 身上戴着黑色斑纹的人出现 单膝跪在魏无线面前 有事吗 魏无线看着怀里的蓝忘机 这个人叫温宁 当年温室被灭 温情一脉旁西医者受到牵连 温宁被仙门百家那些伪君子虐杀而死 半年前 温情带着温宁的尸体 找到了魏无线 请求魏无线救温宁 魏无线出手帮助 当然是有条件的 魏无线看重的 就是温情一脉 跟自己一样 和仙门百家不共戴天 仙都的命令明明是并入其他家族 他们却将并入的温室一族 当成奴隶 我和姐姐 发现您和韩光君下山后 一直有人悄悄尾随您和韩光君 似乎还有人通风报信 温宁低着头 这么长时间 温宁都不敢抬头看魏无线 通风报信的人呢 魏无线此时的声音 冷漠而很利 和面对兰望机时的样子 判若两人 姐姐已经解决掉了 温宁淡淡地说 哎 不愧是温情 魏无线打了个哈欠 至于剩下的人 爱跟就跟着 再发现有人通风报信 直接处理掉 不用同我说 是 温宁恭敬回答 回去吧 你不用睡觉 我还要睡呢 魏无线站起身 回到床上 搂着兰望机入睡 温宁从窗户一跃而下 魏无线带着兰望机 到处玩了几天 然后就回到云深不知处 魏无线带着兰望机 回来的时候 守山门的弟子 像是见了鬼一样 连滚带爬的 跑进了云深不知处 兰望机似乎被 那名弟子的叫喊声吓到了 躲到了魏无线身后 紧紧抱着 魏无线的胳膊 别怕 魏无线轻轻摸着他的头 这里是我们的家 还记得吗 魏无线笑着说 握着兰望机走进去 你看看 兰望机走进云深不知处 到处看到兰望机 虽然脸上还是没有表情 但是魏无线知道 兰望机很开心 魏无线和兰望机 走到广场中央 蓝西城带着兰氏弟子 走到他们面前 望机 蓝西城刚要上前 兰望机下意识 躲到了魏无线身后 魏无线安抚似的 轻轻拍着兰望机 则武军 世尊虽然已经魂归肉体 但是毕竟魂魄还没养好 蓝望机用脸蹭了蹭魏无线的胳膊 魏无线拍了拍他 没事 然后再次抬起头 所以 暂时没有人的感觉 只有一些本能反应 忘机 再次看到弟弟蓝西城很又惊又喜 但是看到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很是心疼 蓝西城是真的没想到 魏无线真的能复活蓝望机 蓝西城想摸摸蓝望机 可是蓝望机下意识躲了一下 蓝西城有些失落 忘机 蓝起人听蓝景仪说蓝望机回来了 匆匆跑出来 蓝起人走过去 看着蓝望机没有焦距的琉璃眸 望机 叔父 望机现在没有任何反应 蓝西城解释道 不过他发现蓝望机不排斥蓝起人 却害怕自己 师尊 你和先生待一会儿 我和泽吴军有话要说 魏无线看到蓝望机并不排斥蓝起人 也很是开心 蓝起人带着蓝望机离开 魏无线的笑容僵住了 脸上的表情变得阴冷 泽吴军 有些事情我们该处理了 蓝西城看着这个样子的魏无线 感觉很陌生 觉得他根本不是从小在云深不知处 受尽宠爱的阿县 泽吴军 现在的仙都是谁呢 魏无线倒了一杯茶 喝了起来 魏无线看着蓝西城的脸色 是江城 魏无线早就听说了 蓝望机出世后 蓝家的声誉一落千丈 其实不过是惧怕 蓝家身后的魏无线 要知道蓝望机在巅峰时期 没有人敢反抗 而他们绝对不想再次重新回到 蓝家领导先门的日子 蓝家垮了 金家倒了 聂家有勇无谋 也就江家还算过得去 但是江峰年性格不够果断 所以就推了江峰年的儿子 三独胜手江婉淫 仙门那群伟君子 你还看不透吗 师尊已经折进去了 你还看不明白吗 魏无线冷冷地说 你我联手 重新整顿仙门 蓝西城思绿片刻 魏无线加了把火 则无君 到时候我会推崇您为仙都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师尊 魏无线淡淡地说 蓝西城想到 两百年前蓝望机位仙门的付出 可是话来却是仙门百家 一次又一次地算计和伤害 好 或许魏无线说得没错 既然不能让他们彻底服我们 倒不如让他们怕我们 合作愉快 魏无线淡淡一笑 对于蓝西城魏无线 自然也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蓝西城耳根子太软 别人说几句就会动摇 要不是真的威胁到了弟弟 蓝西城也不会和自己合作 魏无线来到蓝市的时候 蓝起人正在给蓝望机包枇杷 蓝望机一口一口吃着枇杷 虽然没有表情 但是看得出来蓝望机很开心 对于蓝起人 魏无线是尊敬的 起码这些年蓝起人对蓝望机疼爱 和浇灌魏无线是看在眼里的 这些年 蓝无线能在云深不知处为所欲为 也是因为蓝起人的纵容和宠溺 先生 蓝无线想蓝起人行礼 你来了 蓝起人放下手里的琵琶 拿手帕擦了擦手 蓝无线走过去 坐到蓝望机身边 蓝望机习惯性靠在蓝无线身上抱着他 蓝无线旁若无人地握住他的手 蓝起人看到两个人亲密无间 深深地叹了口气 回想这么多年 一开始是因为蓝起人心疼蓝无线的身世 加上蓝望机又坚持 就随蓝望机去了 之后 蓝无线把云深不知处搅得一团乱 还怂恿别的弟子一起闯祸 可是蓝望机护着 蓝起人在生气 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到后来 蓝无线出事后蓝望机就像丢了活一样 一点精神气都没有 蓝起人才意识到 当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习惯 想要改掉有多难 卫英 这一次你回来打算住多久 蓝起人担心蓝无线住几天 又要带蓝望机离开 蓝无线稳了稳蓝望机的手背 一直住到师尊恢复 蓝无线看着蓝起人 师尊对我太古依赖 可是我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师尊身边 在云深不知处 我能放心些 蓝望机闭着眼睛 蹭了蹭卫无线 卫无线伸手揉了揉蓝望机 而且 师尊并不排斥您 有您在 我应该可以做些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 蓝起人没有反驳什么 他明白 可以带着蓝望机在乱葬岗居住近一年 卫无线的实力 怕是比起当年的蓝望机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先带师尊回静室看看 卫无线很想念那个他长大的小院子 说完行了个礼 抱起已经在他怀里睡着的蓝望机走了出去 回到静室 看着昔日师徒两个人的居所 卫无线心里很是难受 这里到处都是他和蓝望机的回忆 或许是回家了 又或许是压抑太久 卫无线抱着蓝望机哭了起来 他也不过才十九岁 蓝望机在太怀里被他吵醒 或许是心中执念太深 看到卫无线这么委屈 蓝望机心里像是被狠狠地打了一拳 很疼 蓝望机缓慢伸手摸了摸卫无线的脸 没有焦距的眼睛 看着卫无线 卫无线看到蓝望机 终于有了反应很是开心 激动地握住放在自己脸上的手 师尊 卫无线笑得像个孩子 师尊 团子没事 团子很高兴 卫无线紧紧地抱着蓝望机 师尊 你要快点好起来 卫无线声音很是颤抖 蓝望机没有一定反应 只是冷冷地游着卫无线抱着 卫无线担心 刚回到云深不知处 蓝望机会不适应 所以准备先陪着蓝望机住几天 还要把照顾蓝望机注意事项说清楚 不然 现在的蓝望机特别容易受伤 这天 卫无线像往常一样 服侍蓝望机洗漱完 给蓝望机梳头 云深不知处的灵气 真的合适和蓝望机修养 才几天时间 蓝望机对世界的感知就强了很多 蓝望机呆呆地看着同镜里的自己 手乖巧地放在双膝上 突然一只蝴蝶飞到了桌子上 蓝望机伸出手指 那只蝴蝶飞到了蓝望机手指上 蓝望机微微咧开嘴角 看着蝴蝶似乎很新奇 卫无线看着蓝望机单纯的笑颜 干净成车的眼睛 心里觉得无比的满足 或许这就是幸福 看着爱人的笑容 为了蓝望机与天下为敌又如何 先道 正义对卫无线而言 比不上蓝望机的一个笑容 梳好头发 卫无线扶着蓝望机 坐到餐桌前 一口一口地喂着蓝望机吃早饭 全程蓝望机眼睛 看着手上的蝴蝶 只是机械地咀嚼着 卫无线喂过来的食物 突然 从门外滚进来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惊跑了蓝望机手上的蝴蝶 蓝望机闭上嘴 马上不吃东西了 卫无线意识到 蓝望机不高兴了 原来刚刚滚进来的是温宁 卫无线很生气 找死呀 老祖 我有要事要禀报 温宁拨开 挡住自己脸的头发 你现在的要事 是赶紧去抓只蝴蝶过来给我世尊 其他的 等世尊吃完早饭再说 卫无线又咬了一口粥 尝试喂给蓝望机 可是蓝望机怎么都不张嘴 卫无线有些生气了 还不快去 哦 温宁任命地去抓蝴蝶 温宁给蓝望机抓回来了 很多蝴蝶装在一个小笼子里 蓝望机开开心心地吃完了早餐 然后卫无线让他跟蝴蝶玩一回 温宁对卫无线说 姐姐查到 近日仙门百家齐聚莲花物 可毒毒少了蓝氏和涅氏 姐姐怀疑蓝氏内部 有人将韩光君复活的消息走漏了 知道了 卫无线皱了一下眉头 瞬间斩平 正好 省得我一家一家找了 卫无线 看向正在看蝴蝶的蓝望机 下次师尊在 你不准来找我 在温宁不解且惊讶的表情下 卫无线轻轻说道 你吓到我的宝贝了 卫无线决定连夜去云梦一趟 尽量前回来 不然蓝望机醒来 看不到自己肯定不吃早餐 卫无线看着已经趴在茶几上 睡着了的蓝望机 蓝望机因为没有太多意识 所以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睡觉 卫无线走过去 摸了摸蓝望机的头发 蓝望机睁开眼睛 卫无线看着他笑了笑 蓝望机也对着他笑 卫无线觉得 如果能一直这样看着蓝望机 那该是多么美的一件事 蓝望机看着卫无线发呆 伸出手 揪了揪他的衣角 卫无线知道自己不说话 蓝望机又担心自己了 卫无线蹲下 抬头看着还在茶几上趴着的蓝望机 师尊 团子没事的 蓝望机直起身子 伸开手 卫无线会议 抱住了 站起来抱住了蓝望机 师尊是不是有什么魔力呀 每次团子很累的时候 抱抱师尊 就不累了 蓝望机呆呆地看着他 卫无线知道蓝望机不明白自己什么意思 于是 额头抵着蓝望机的额头 师尊 我爱你 这句话一出口 蓝望机整个身体颤了一下 卫无线感受到了 没想到这句话对蓝望机的冲击这么大 师尊 卫无线很兴奋 你能听懂对吗 卫无线高兴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蓝望机看着卫无线 伸手拾去卫无线的眼泪 然后吻了吻卫无线的额头 吻额头是蓝望机对卫无线表达爱意的方式 小时候蓝望机就经常用这个来哄卫无线入睡 只不过 儿时只是师徒的情谊 现在是对爱人对道理的感情 晚上 卫无线哄蓝望机入睡后 让蓝思追和蓝锦仪轮流在静室外守着 有什么事 如果他还没回来 就去雅室找蓝启人 卫无线和蓝西辰连夜赶往云梦 因为卫无线没有灵力 不能遇见 骑骑马又太慢了 卫无线让蓝锡尘找个客栈等他 说是两个人目标太大 其实是卫无线嫌弃蓝锡尘 爱手爱脚 卫无线打晕守卫 偷离一套衣服 换上 悄悄潜入莲花屋 先都 不如我们杀入云深不知处 杀了卫无线 我卫无线错骨扬灰 一个小宗门的 爱出风头的宗主开口 不妥 这卫无线修为过于邪门 而且很强大 硬来肯定是不行的 不如我们让人悄悄把蓝旺基抓了 蓝旺基纵容徒弟休息邪道 本就不称职 又与卫无线苟且 更是天理不容 对呀 有道理 是啊 先都 据探子回报 在云深不知处 看到蓝旺基 蓝旺基想傻了一样 做什么都没有任何反应 说不定 魏无线用了邪道复活蓝旺基 蓝旺基遭到了反噬 怎么看 都比魏无线更好对付 魏无线紧紧攥着拳头 如果他们只是 想要自己的命 自己还能忍 要动蓝旺基 他绝对忍不了 他的爱人 他的师尊 为人正直善良 没想到被这群虚伪小人 如此诽谤 江城被这群人烦得受不了 出声道 你们只到蓝旺基 失了神志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 魏无线和蓝家 可能让蓝旺基 一个人落单吗 我们在蓝家的探子 有哪个 是可以跟云深 那几个高手过招的 江城真的很想 把这群 只会动嘴的废物轰出去 且不说魏无线 蓝旺基尘 蓝启仁 还有蓝 是那几位 年过百岁的长老 就但说蓝旺基尘坐下的两位亲船 尤其是首席蓝四追在 怕是在坐的 都不一定有信心对付吧 江城一席话 让在场的人鸭雀无声 江城说的没错 虽然 没了蓝旺基蓝是回不到 从前的鼎盛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蓝氏的高手都还在 这也是即便在看不惯 蓝涅两家 也不敢轻易出手的原因 这个江城还算是识趣 和他姐姐一样识趣 魏无线心道 当年和江彦黎串通豪耍长辈 又让江彦黎独自承受指责的事情 魏无线还记得 这件事上 魏无线始终欠江彦黎一个人请 如果江城和江家能乖乖听话 这个先都 他们想坐着 也不畏常不可 围剿 魏无线的事情 还需从长记忆 江城从小就听父亲讲 关于先都和他们那一辈的 在两百年前的战役 江城其实一直内心里 一直很敬佩蓝旺基 如今有人想借着自己的名义 却伤害蓝旺基 江城不会让他们得逞 杀了魏无线 能让百家心安一些 江城愿意这么做 但是要他伤害蓝旺基 不可能 江城这次把他们拒到这里 名上是商量围剿魏无线 实际上是江城听说 蓝旺基现在需要休养 他担心这帮蠢货 没事会跑到云深不知处 去打扰蓝旺基 魏无线勾起嘴角 心道 这个江城似乎比蓝西城靠谱一些 魏无线听着他们无聊地讨论 一群废物 魏无线都不知道 这帮废物是怎么当上宗主的 磨磨叽叽磨磨叽叽的 时间差不多了 回去陪师尊了 时间差不多了 该回去陪师尊了 魏无线留了一张监听符 离开 果然魏无线回到了云深不知处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亮了 来到静市 蓝旗人 蓝丝锥和蓝景怡围在蓝旺基身边 蓝旗人手里拿着一个勺子 捧着碗 蓝丝锥和蓝景怡一个劲哄着蓝旺基 可是蓝旺基一点反应都没有 身上披着一件斗篷 只是呆呆地玩手里的蝴蝶 阿线 阿线 你终于回来了 蓝景怡最先看到魏无线 就像看到就行一样 怎么了 魏无线看着蓝旗人手里的粥 早早醒来 衣服也不穿 就坐在这儿玩 蓝旗人摇摇头 粥也不肯喝 蓝旗人谈了一口气 你来吧 蓝旗人把手里粥递给魏无线 魏无线知道 蓝旺基起来没看到自己心情肯定不好 拿过粥 魏无线走过去摸了摸蓝旺基的头 师尊 是在等我吗 蓝旺基没有一点反应 师尊 魏无线又叫了蓝旺基一声 蓝旺基终于抬了眼睛 看了魏无线一眼 然后放下笼子 伸手抱住魏无线 用脸轻轻蹭了蹭魏无线的腰 对不起 魏无线摸着蓝旺基的头 魏无线很是自责 他知道蓝旺基现在对外界很抗拒 唯一依赖的就是自己 可是自己却没在他睡来陪着他 魏无线抱起蓝旺基 把碗放在桌上 把他身上的斗篷系好 然后让蓝旺基坐在自己腿上 一手搂着蓝旺基腰 一手拿着勺子 一口一口地喂着蓝旺基 蓝旺基张开嘴 慢点嚼 魏无线在蓝旺基吃的时候 小声提醒 剩下三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选择了走出近视 吃过早饭 魏无线又服侍蓝旺基换衣服 梳头发 蓝旺基乖乖地玩手里的蝴蝶 梳好头发 魏无线抱住楼柱 还住蓝旺基的脖子 这么喜欢这个蝴蝶吗 蓝旺基举起笼子 想要放到魏无线手里 扑吃 魏无线知道 蓝旺基想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自己 我不需要这个 魏无线捧着蓝旺基的手 蓝旺基的手握住蝴蝶笼子 不然 亲一个 魏无线眼睛一直看着蓝旺基的侧眼 蓝旺基扭头看向魏无线 抬头吻了吻魏无线的额头 魏无线抱起蓝旺基 走向床铺 魏无线把蓝旺基轻轻放上去 然后搂着蓝旺基 我好累 陪我睡一会 蓝旺基手里还握着那个笼子 这样被魏无线搂在怀里 感觉有些不舒服 就像翻了身 结果一不小心压到了笼子 笼子破了 然后蝴蝶飞了出来 魏无线被动静动醒 看到了蓝旺基手里破了的笼子 柔柔一笑 拿过陈情 吹了一段 那些蝴蝶竟然像是 背骨控制一般 翩翩起舞 蓝旺基看到蝴蝶起舞 嘴角里开一个笑容 这个笑容干净又美好 一双眼睛似乎容纳了全世界的天真 魏无线再次看到蓝旺基的笑容 很是欣慰 之前不论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累 似乎这个笑容一切都是这样的 魏无线抱住蓝旺基 闭上眼睛 让蓝旺基看蝴蝶跳舞 魏无线醒来的时候 蓝旺基已经累得睡着了 魏无线探了探蓝旺基的魂魄 蓝旺基的魂魄 已经恢复了六成 魏无线很期待蓝旺基 再次叫自己名字 看着蓝旺基的睡颜 魏无线心里默念 师尊 我的爱人 我的宝贝 为了你的我与天下为敌都可以 于魏无线而言 天下存在唯一的意义 就是蓝旺基还活着 如果有一天蓝旺基不在了 或许就是天下毁灭的那天 传音符传回消息 江城他们打算两天后 集结人马 以拜访蓝旺基人的名义 攻上云身不知处 魏无线勾起唇脚 他还怕他们不来呢 师尊 你放心 云身不知处是我们的家 我绝不让他们伤这里一分一毫 魏无线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蓝旭臣 蓝旭臣和蓝旺基紧张得要命 恨不得把蓝旺基藏到后山去 可魏无线成天带着了蓝景仪 蓝丝追陪着蓝旺基到处玩 魏无线是希望蓝旺基能喜欢 和他们两个玩 到时候蓝旺基能 乖乖待着蓝丝追他们身边一段时间 不然魏无线是真的分不开身 两天后 江城果然带着人来到了云身不知处 蓝丝追把这件事告诉魏无线的时候 魏无线正抱着蓝旺基 蓝旺基正在撸着怀里的兔子 阿线 他们来了 蓝丝追对蓝旺基行了一个礼 知道了 魏无线摸了摸蓝旺基的头发 蓝旺基愣了一会儿 扭头看向魏无线 世尊 你和师兄们待一会儿好吗 蓝丝追和蓝景仪走上前 蓝丝追把剑交给蓝景仪 从魏无线怀里扶过蓝旺基 韩光君 我们陪你一会儿 蓝旺基放下兔子 搂过魏无线的脖子 用脸蹭了蹭他的脖子 魏无线轻抚蓝旺基的头 乖 妈 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 韩光君 蓝丝追又叫了蓝旺基一声 蓝旺基抱起兔子 跟着蓝丝追和蓝景仪 离开了魏无线的怀抱 魏无线起身走出静视 蓝旺基抱着兔子 呆呆地看着魏无线 魏无线一回头 就看到蓝旺基略带可怜的眼神 魏无线捉起嘴 给了蓝旺基一个非吻 心里把仙门百家问候了个遍 要不是他们 自己为什么要留蓝旺基一个人 江城在蓝市 见到了蓝启仁和蓝西尘 蓝启仁知道江城的来意 一个好脸色都没给他 蓝西尘也只是保持一个礼貌的微笑 反而是江城 以及其他宗门的宗主有些尴尬 为了缓解尴尬 江城开口 蓝先生最近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你们来了就不好了 蓝启仁摸了摸胡子 这群人怎么就是不能放过我们家旺基呢 我们家旺基和阿县这么乖 哦 那就好 江城尴尬一笑 当年听学 本作也曾经在云深不知处听学 承蒙蓝先生观照 今日也算是来拜访昔日老师 不敢当 蓝启仁根本不想应付这些人 有这个时间 他去陪陪他的宝贝 旺基不好吗 蓝启仁看着蓝启仁根本没有谈话的想法 就说道 仙都 我叔父可能有些累了 不然今日就请先回吧 走了也好 不然这些人只能白白在此送命 蓝启仁倒也不是担心无法善后 主要是不想这些人的血 玷污了云深不知处的圣洁 其实我们这次来 是有一件事 想请蓝宗主和蓝先生通融一番 江城语气 客客气气的 何事 蓝启仁很是警惕 手里紧紧握着猎兵 还能有何事 先督这么大的阵仗 不就是来找我的吗 魏无羡缓步从门外走进来 所有人看到魏无羡都拔剑警惕起来 魏无羡是魏无羡 快抓住他 快 快放心号弹 所有人商量的时候 慷慨激昂 恨不得直接杀了魏无羡 真正面对杀气腾腾的魏无羡时 还是怂了 发吧 看看会不会人来 魏无羡让出一条路 让他们走出来发 省得弄坏姑苏的瓦片 没有人敢走过去 魏无羡靠在门框上 懒洋洋地说 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的人正在和我的走势大军打得火热 现在都自顾不暇了 没有功夫来管你们 魏无羡 当初我大哥命丧你手 这比仗我今日就是来找你讨回来的 魏无羡当初那一战 你害我断了一条手臂 今日你又让走势伤我弟子 我们薪酬就恨一起算 扑痴 魏无羡被他们的话给气笑了 当初我为什么杀人 是你们欺人太甚 攻上云身不知处还伤我十尊 你们不该死吗 所有人面面相去 这件事他们确实理亏 可是总有人不要命 要当出头鸟 你修习邪道 人人得而诸之 你师尊是因为你才死的 一听这话 魏无羡怒气蹭一下上来了 邪道 魏无羡讽刺道 我就算修习非常数法 也比你们这些伪君子强 当年今世算计蓝事 你们在座的 有几个是干净的 我师尊大度既往不救 你们就是这么回报他的 魏无羡不容他们狡辩 继续说 说到底 你们就是害怕 原本就强大的篮家 就强大的篮家如虎天意 魏无羡冷眼扫过在场所有人 虚伪至极 不知虚伪还恶心 做了婊子 还想立牌方 一派胡言 先门百家 眼见说不过 干脆全盘否定 大家不要听这个邪魔外道 胡说八道 魏无羡 蓝事和韩光君的清誉 都要毁在你手上 我们今日来 就是为蓝事清理门户 蓝事的门户 清清白白 无需清理 蓝起人站起身 所有人很是震惊 本来以为蓝事会站在百家这边 毕竟蓝事不喜争斗 向来不会与百家为敌 蓝起人冷眼 扫了扫众人 阿县 云身不知处了 乃清净之地 你和西辰到外面去接解决 别打扰到弟子和长老们的修行 是 是 蓝西辰和魏无羡同时行礼 先门百家这才意识到 蓝家设好圈套 等着他们跳 魏无羡抽出陈情 扯皮不清拳头来柄 这不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吗 魏无羡冷笑一声 当初你们害得我师尊生死 这笔账 怎么都得讨回来 蓝西辰也拿出裂兵 云身不知处乃清修之地 各位宗主这边请 蓝西辰还是保持着标准的微笑 先门百家开始自威 蓝西辰也是当年黄金一代其中之一 虽不及巅峰时期的蓝昂基 但是也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 偏偏这时候又多了一个魏无羡 两个人把一群人驱逐出山门 蓝西辰设了结界 然后站在一旁 似乎并不打算出手 因为有魏无羡也就够了 魏无羡也只想他亲手解决掉 这些虚伪至极的废物 果然魏无羡只用了七成的实力 换出的怨气 就已经足够把这些人打到满地找牙 魏无羡看着他们的样子 嘲讽地笑了一声 他看着也就江城还像点样子 就算已经被打得狼狈不堪 却也没有一点松懈 是个硬骨头呀 魏无羡冷冷地看着江城 魏无羡吹了一个口哨 温宁不知从何处跑来 身上零零零响着锁链声 魏无羡一个眼神示意 温宁没看懂 朝魏无羡歪了歪脑袋 魏无羡翻了翻白眼 无奈地扶着额头 看样子这魂魄 还是没养好 缓了一会儿 魏无羡抬头 温宁问 老祖你没事吧 魏无羡摆摆手 我造了什么玩意儿呀 魏无羡指着江城 我让你打他呀 哦 温宁点头 好 魏无羡心累 看来得跟温情说一下 还得闭关才行 温宁这脑子 哎 有了鬼将军 温宁的加入 仙门百家 更是没有还手的余地 纷纷跪在地上求饶 老祖饶命 老祖饶命 魏无羡 缓步走到那些人面前 走过去 微微一笑 对着离自己最近的 那个耸包宗主 就是一脚 把那人踢翻在地 则悟军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先回去和先生抱平安吧 他老人家该着急了 魏无羡冷声说 捏弄得太血腥 蓝西城看了那些人一眼 深深叹了口气 魏无羡看着温宁 已经把江城控制在手里 只看到温宁 把江城反手扣住 魏无羡就很无奈 忍不住对温宁说 这么粗暴 活该你找不到媳妇 老祖 温宁有些委屈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魏无羡说道 哦 温宁一松手 江城直接倒在了地上 魏无羡拍了拍自己的脸 我就不该指望他 能让温柔些 你把这帮耸货 先带回仪林 该怎么做 你姐姐会知道的 好 温宁拿着魏无羡的随便 压着一群人 快走 温宁带着人走后 只剩下魏无羡 和半死不活的江城 魏无羡用陈晴青 抬起江城的下巴 我可以让你继续当先都 也可以让你和江家 万劫不复 要不要和我合作 江城看着魏无羡 想到自己的命和家人的命 都拿捏在魏无羡手里 于是点了点头 魏无羡得到满意的答案 勾起唇角 魏无羡回到了静视 就听说蓝旺鸡吃了午饭 已经睡下了 魏无羡先洗了个澡 捞换了衣服 才走进里屋 看着蓝旺鸡的睡颜 魏无羡感觉到无比的平静 或许他属于黑暗 但是每个人心中 都有属于黑暗和光明的一面 他的所有温柔和善良 都给了蓝旺鸡 便再也没有多余的善良分别世界了 魏无羡悄悄爬上床 掀开被子刚要躺进去 蓝旺鸡睁开了眼睛 然后习惯性抱住魏无羡 闭上眼睛继续睡 魏无羡无奈一笑 这样的蓝旺鸡 他怎么舍得放手 回到莲花屋 江城会想着魏无羡的话 心里很是难过 你可以继续做先都 但你永远不要忘了 永远的第一家族是蓝氏 魏无羡转着手里笛子 世尊 累了也需要有人帮他挑这个担子 你比择无君合适 当然 我不会为难江家 我甚至可以一点都不择难江氏 条件 江城之道不可能又这么便宜的事 第一 颁布一条县令 三大家族之下的宗门小族 除本门直系弟子外 所收弟子不能超过一百人 魏无羡就是要严格控制修士 不能让他们再有机会伤害师尊 第二 将聂良士将本门所有直系弟子 送往云深不知处教养 成年后自会送回 第三 云深不知处不再参与先门事务 只开设学堂 开办听学 魏无羡明白 蓝家不远过多参与这些俗事 江城明白 魏无羡虽然让蓝家卸下了责任 但是蓝是在先门的地位 是一点不能受到影响 来人 请请大小节和孤夜过来 江城明白 目前莲花雾没成年的直系弟子 只有刚满两岁的精灵 魏无羡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可他除了是精灵的舅舅 还是僵尸的宗主 静室内 蓝旺鸡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魏无羡 微微一笑 团团 口齿不清地叫着魏无羡 师尊 魏无羡见蓝旺鸡 开始叫自己的名字 很是激动 抱着蓝旺鸡坐起来 师尊 额头抵在蓝旺鸡的额头上 团团 蓝旺鸡摸着魏无羡头发 团子 蓝旺鸡恢复得很好 又过了半年时间 基本意识已经恢复 魂魄已经恢复了九成 只不过蓝旺鸡的一身修为 算是彻底没了 但蓝旺鸡也想得开 修为而已 没了就没了 魏无羡就更想得开了 只要师尊在自己身边 什么不能重新开始 魏无羡和蓝旺鸡两个人 在云身不知过起了又热闹 又没羞没臊的小日子 可是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蓝丝锥和蓝锦仪两个人 好不容易带大了魏无羡 现在魏无羡又把精灵和聂怀桑塞给他们 师尊 魏无羡正在给蓝旺鸡做饭 蓝旺鸡坐在一边等着现成的 现在魏无羡厨艺已经可以媲美当年的蓝旺鸡 蓝旺鸡手里拿着一盘剥好的帘子 一颗一颗的放进嘴里 魏无羡现在生火 时不时抬头看向蓝旺鸡 朝他扬起笑容 蓝旺鸡也回应他的笑 或许这就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生活 安安静静的美好 两个人吃过饭后 来到后山蓝旺鸡弹着琴 魏无羡手里捧着酒壶 世尊 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先先陪你 去哪都行 有你就好 蓝旺鸡朝他甜甜一笑 魏无羡靠在蓝旺鸡肩上 像小时候一样撒娇道 那就哪都不去 在这坐着天荒地老 都听你的 蓝旺鸡脸上低笑意藏都藏不住 宝旺鸡肥仲敬